你是个富二代 却作死给歪嘴战神龙王戴了绿帽子 龙王的字典离岂会有饶术二字 所以你被龙王抵在树上拧断脖子轻松虐杀 此后的你不甘心是要做一个老色鬼 于是盯上了眼前这个漂亮的旗袍妹子 可奇怪的是妹子居然走到了你的尸体面前说道 系统检测到有十恶不赦的坏人刚死 应该就是这家伙了 手指轻轻触及你的脑袋 将一个叫做神级大反派的系统传输给你 片刻后你的灵魂便被重新吸进你的体内 当你再次醒来 已经回到了被龙王虐杀的半个小时前 只听龙王岳母指着龙王肖臣骂道 你解决 将家负债百亿你拿什么解决 你就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废物 若雪瞎了眼才会选你做上门女婿 此时的你摸了摸脑袋一脸的不可思议 什么鬼 我这是重生了吗 也就在这时系统妹提醒你大反派系统激活成功 并开启死亡倒计时而你的任务就是活下去 与此同时身旁龙王妻子将若雪见你出了汗 摸了摸你额头说道 殷少怎么了 怎么出了好多汗啊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远处的萧尘见状一脸的阴沉 你起身连忙推开将若雪 他喵的 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 不想龙王岳母竟也上前扶住你说道 殷少您千万别生气 这个窝囊费不值得您动怒 殷少首眼通天邦将是拿下了百亿投资 实话告诉你把若雪已经决定改嫁殷少 你们一个个都嫌我命长是吧 萧尘听后也不装了 那百亿投资是我安排的 龙头公司的萧董正是我北 不料下一秒将若雪直接给萧尘一个大逼兜 你以为你姓萧就能跟萧董市长扯上关系 略人之美甜不知耻 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瞧不清 江家不养没用的废物 你给我滚出江家 此时的你有些绝望大姐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啊 龙王被打 此刻的他歪嘴笑着说道 好 你们可别后悔 下一秒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三个手下 韩文龙王殿是海外地下世界的第一组织 势力庞大 地位尊崇 龙王手下有三大干将 暴君掌权 财神掌财 阎罗掌命 胆敢忤逆龙王 这百亿合同立刻作废 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营江两家从江城蒸发 只待龙王一声令下 我便大开杀戒 又是死局 难道我要再死一次吗 不 我不接受 萧尘上前歪嘴对着你说道 我不接受你的求饶 但我可以给你个体面的死法 是吗 我可不准备向你求饶 你赢家在华夏虽然全是熏天 但在我龙王殿面前却如尘埃 是吗 可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万劫不负 哈哈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样的能耐 有种你打呀 15分钟后 一位身材丰满的女子 带着特工队冲进房间 指引你拨打的电话是12339 龙王的三名手下片刻后都被暗倒在地 队长路曼拿着银手镯走向萧尘道 萧尘 你被捕了 你是境外非法组织的头目 早就上了国际红通的通缉榜单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是个富二代 随便拿出一张卡 其内余额就有300亿 可你却作死调戏龙王的老婆 龙王反手像掐死小鸡仔一样把你虐杀 不料死后的你被大反派系统盯上 系统帮助你重生回到龙王干掉你的半个小时前 什么龙王坠血 什么歪嘴战神 在你眼里都是小趴菜 不仅毫不留情直接玻璃获得龙王的金手指 还抢了老婆做小气 面对萧承派来的海外地下组织的威胁 你直接反手一个举报 华夏启士尔等仨也制定 原来萧承的境外非法组织早已上了国际通缉榜单 只见萧承边走边冲着你说道 鹰无道 你不讲武德 你还是不是证人君子 给我老实点 管你什么龙王还是修罗在我这里都不好使 路曼转身向你说道 你的举报奖励很快就会到账 举报一个人50万免整个人所得税 这些小钱对你来说简直就是九能一毛 因为你每天的零花钱就有300多亿 就在这时系统没提醒你完成任务并获得一天焦点 我明白了 解决天之焦子就可以掠夺他的天焦点 只是不知道这天焦点能干什么 系统检索到龙王萧承的金手指 请宿主操作 你作为大反派必须杀法果断 不留后患 直接选择玻璃龙王的金手指 接着一把搂住一旁的龙王的老婆说道 哈哈 你的一切我都笑呢 真是杀人助心呢 求萧承此刻的心理阴影 与此同时龙王岳母一脸殷勤地上前说道 萧承被抓投资无法到账 江家依旧面临破产 还请殷少兑现之前的承诺 以小眼偏向一旁的江若雪说道 这就要看江小姐的态度 此时的江若雪咬了咬牙心中思绪万千 萧承自上门之后我们虽然没有夫妻之时 可也不曾亏待他 他却从来都没有像我坦白身份 就是个大骗子 如今想救江家唯有伟声音无道 可此人风流诚信乖利跋扈 为了家族我这辈子算是混 只见江若雪贴近你说道 还请殷少出手救我江家 也就在这时系统提醒你出现新任务 不是吧 要九十以上 可他现在是负值拉满了 既然那么厌恶那就让你厌恶到底了 你随即黑着脸说道 百亿投资 你们是在想辟吃吗 我可不是你们的狗坠血 不过做生意吗还有的谈 我出一百亿 收购江氏集团 江若雪听后对你的恨意直接拉满 我知道你们一时难以接受 可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不久后一辆红色超跑屎 进一座顶级别墅 一下车众多保镖就鞠躬围着喊少爷 而此人就是你阴无道 与此同事屋内的妹子 见你来了紧张的含住手指 你可以看到她的好感度和恐惧度 而且一副害怕的模样躲着你 原来你在重生之前 曾经粗暴地对待过她 经历过生死 再回头看你曾经做过的事 你不由地打到刺激 完全符合自身的设定 回房后你立马修炼起了九龙真气 与此同时系统妹悄悄出现观察着你 虽然我助她开萌 但这么快的修炼速度 当真是天赋毅力 这快遇到是个不错的容身之所 可以帮我躲过游神的巡查 说罢系统妹 便飞进了你的欲坠中 此时的你也修炼完成睁开双眼 这龙王的九龙真气真是好东西啊 吸水伐筋过后浑身舒坦 洗完澡的你在吹头时 突然发现不对劲 床上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个女人 你是个大反派 都市兵王上门 要把你做成踢球当球踢 指引你想祸害她清纯的妹妹 你直接拿出三百亿甩到她的脸上 表示自己正好缺个都市兵王当保镖 躺在床上的妹子名叫林宇柔 是你重生前在歌舞厅遇到的巫女 江城四少之一的江仁杰表示 一定帮你搞定她 你没想到江仁杰这孙子 竟然真的把人送来 交友不慎啊 我这造的哪门子孽啊 与此同时系统发布新任务 活下去 只见监控那一名壮瘦的男子正强闯别墅 不出片刻数十名保镖拳都被打趴下 此人正是兵王林峰 这时你从楼上走了下来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竟敢擅闯我家 老子叫林峰 来找我妹妹林宇柔 若是动了她一根毫毛 我就让你死得很有层次感 你居高灵下一脸戏谑的说道 你算得屌毛啊 别敢对我大呼小叫 下一秒林峰暴怒一拳直轰你的面门 你们二人双拳碰撞 接着你就被七阵飞树迷远 好霸道的力量 要是换了从前 我怕是被一拳就打废了 林峰见状迅速上前掐住你的脖子说道 没想到你能接得住我一拳 倒是比其他富二代强多了 但是你签不该 乱不该 不该动我妹妹 就在这时林宇柔一脸担心的冲出叫住了林峰 原来昨晚林宇柔被坏人欺负 是清雅救了她并将她带回了家中 林峰听后则表示怀疑 不可能 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是送去医院 而不是带回家 清雅一脸不屑的回道 本姑娘是医学博士 林峰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身后的妹妹 林宇柔则表示自己想帮忙减轻负担 冰王咬牙浑身颤抖地说道 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 话还没说完就被你给叫住 随后你便掏出一张黑卡 赔偿费免了 再给你一百万 做我的保镖 我离开军营失曾立誓 绝不给资本当走狗 但我看得出 殷少是个好人 我愿意为您效劳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你活下去任务完成 并奖励冰王林峰全属性地 九龙真气配合冰王属性简直无敌啊 只不过目前林峰的忠诚度 还不足无法获得添交点 下个任务攻略林宇柔 好感度须达95 第二天一早林家小院中就传来争吵声 只见林峰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说道 殷少殷少从回来就挂在嘴边 我看你就是被那个家伙迷住了 我告诉你 你少接近他 他的名声可不好 哼 那些都是外界的谣传他才不坏呢 就在这时 一台挖土机撞碎了院墙 原来是丧彪带着手下过来强拆房子 拆迁期限已到 再不搬就把你们都埋了 不是林家赖着不搬 而是他们的安置费低了好几倍 为此众人便开始争吵了起来 不知何时林母竟走到了丧彪面前说道 对不起 孩子们不懂事 您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 我们同一差 我们这就搬走 不成想知丧彪竟还不时好歹一脚踹向了林母 你竟敢打我吗 找死 你有种动我一下试试 我立刻就能把你送进监狱 让你把毛底坐穿 至于你老母跟妹妹 嘿嘿 丧彪一脸挑衅地冲着林峰说道 来 来打我呀 往这儿打 下一秒 你撩了撩发型一脸装叉地说道 我从未见过这么变态的请求 你重生成为一个大反派 不仅娶了歪嘴战神龙王的老婆做小妾 还收了一个都市兵王做小弟 就连兵王的妹妹都被你的魅力所吸引 而这不长眼的丧彪不仅挑衅兵王林峰 还用脚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 于是你忍无可忍上去就是一拳 被揍的丧彪见你来了立马怂了 殷少原来是自己人了 看来这是个误会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丧彪啊 江家的人 以前还给您擦过鞋呢 还没等他说完 你又是一个扳手砸了上去 自己人 你也配 连老人都打简直禽兽不如 被打得有些发懵的丧彪说道 鹰无道 你什么意思 打狗还要看主人 你这样是想向江家宣战吗 你擦了擦手一脸不屑地回道 呵呵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一波操作后转头再看向身后的二人 收买人心的最好办法果然还是人前显身 这时丧彪吃力地站起身子说道 既然殷少要插手 那我做不了主 也只能请江家人出面 一旁的凌羽柔满脸的担心 会不会因为我们给殷少惹上大麻烦 不一会 江家私生子洛峰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殷家少爷不再会所消遣 怎么来我江家的宫定 不怕脏了您的邪吗 竟然是江家前不久刚认回的那个私生子 这么快就出来办事了吗 还是你们江家没人了 洛峰也不跟你废话上去就要锁你的喉 他没想到你一个王库却能轻易躲过 这时兵王林峰闪现至你的面前说道 有我在这里 休想伤我老板 几番交手过后发现二人进步相上下 林峰意外对方极为犀利的力道 而洛峰则是震惊将成竟有这等厉害的高手 力量上不能快速取胜 洛峰决定利用身法优势 鬼魅般的身法让林峰靠眼睛根本无法分辨真身 他选择闭眼镜心寻找洛峰的破绽 以伤换伤 一拳 活一脚 二人始终无法奋出个胜负 此时一旁观战的你也发觉这洛峰只怕不是小角色 就在这时系统为答了你的疑问 原来这洛峰是世界杀手榜第一 尊号修罗 而你的任务就是做掉他 他刚才那鬼魅的身法应该是配合飞刀用的 36把刀 林峰能挡得住吗 与此同时丧彪正拿着扳手悄悄靠近林宇柔 这斗东西应该是想让林峰分心 幸好九龙真气强化了你的溜感提前预感到了危机 不过这倒是你攻略林宇柔的好机会 及时出现在他身后替他挨了一扳手 林宇柔小眼泪汪汪的十分感动 这也使得对战中的林峰分了心 不过他很快便恢复了一心 因为你对付丧彪这种小角色简直不要太简单 果然如此 英雄就每受点小伤 完美的攻略捷径 此时的林宇柔好感度直接飙到八十 完全忘记了另一边激战的哥哥 这二人都是天骄 怕是打到同归于尽也分不出高地来 不过片刻后将人杰赶到了现场 两方这才心平气和坐下谈判 事情的原委我都听说了 下面人不知道你跟这家的关系 所以办事鲁莽吗 说吧掏出一张一千万的支票给林家 没想到林宇柔果断回绝了江仁锦 小妞 别不识抬举 我弟说了 我们的安置款不比市价低 你们盯子户不过就是想多额几个钱 你想要多少直接明说吧 林宇柔听后气的直接让他们滚 而你则是十分装插地往嘴里扔了一根棒棒糖 说道 谈不拢就别谈了 都给我滚出去 英无道 为了个女人你跟我翻脸 甚至不惜跟我江家作对 你看像江仁杰一脸不屑地说道 不错 你能怎么着 好 你做出一别怪我做失误 你重生成为一个大反派 不仅暴揍龙王坠续还收了兵王做小弟 更要命的是你顺带着把个妹 龙王的妻子甘愿委身于你做小妾 家里还有一个清纯漂亮的医学博士女友 就连兵王的亲妹妹都对你有爱慕之心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却要揭开你的真面目 江仁杰眼看谈判不成便准备狗急跳墙 只见她一脸愤怒地冲着林语柔说道 小妞 你不会真的以为鹰无道跟你是浪漫邂逅吧 其实 是她看上你 让我把你送到她床上 此时的你属世有些意外 孙子 杀人诛心啊 我哪有让你这么做了 四周的氛围瞬间冷得不行 只见林语柔小眼泪汪汪地望着你说道 鹰无道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此时你的脑子飞快地运转 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她会打我一巴掌 但只要我不躲开 我就能让她在十秒内爱上 于是你一脸平静回答了林语柔 她说的是真的 果然下一秒她反手就给了你一巴掌 也就是 从那一刻几十秒即时开始 那天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魂魄就再也没有回到我的躯体 我不该 不该走进那家夜店 不该遇到你 否则 我就不会夜不能寐 我就不会掺和拆迁的事 更不会受伤 也不用跟十几年的好友决裂 如果爱一个人也算是无耻的话 那么我应该很无耻吧 你的一番话果然打动了林语柔 时间到 林语柔好感度90 攻略成功 就在这时他的哥哥林语柔 从医院赶了回来 下一秒林语柔一脸害羞地冲了出去 见林语柔来的 你渐渐恢复严肃的模样说道 林语 今天的事你怎么看 老板 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 那洛峰公于心计于你 搏斗中美不都算的精妙绝伦 这种人又岂会是个鲁莽无脑之人 林语点了点头表示赞投 我也这么认为 洛峰心思缜密 今天不问青红皂白就攻击老板 我觉得更像是在为江家拉仇恨 不错 这也正是我与江家撕破脸原因 洛峰来者不善 江人杰那个蠢货必然斗不过他 我料定江家必有大乱 所以此事撇清关系静观其变 林峰 要是你跟那洛峰生死搏杀有没有胜算 释手空拳的话 我们在伯仲之间 可看他指缝密布老简 只怕是个用武器的高手 只是我一时想不透他用什么武器 是飞刀 之后我会给你安排枪支与他相抗 画面转到江城大桥边上 洛峰正安慰着被胖揍的丧彪 这些年让你留在江家委屈你了 当年我母亲就因为武女的身份 不仅不被承认还被虐待致死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让江家血债血偿 江人杰人头猪脑连市场都不调查 老城改造项目就是他的掌心雷 过几天就是老头子的寿宴 到时候我自会让他出局 倒是那个阴无道乖张跋扈 听说就连龙王萧尘都栽在他的手上 看来不得不防 只见丧彪歪着嘴回应道 少爷放心 以后我会尽量避开他的 对了 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为少爷 正在找 已经有眉目了 起风了 洛峰望着手中的照片思绪万千 你到底在哪 这些年我在博外受训 如果没有对你的思念根本撑不下来 这次 我一定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而照片上的那个人 竟是你的女朋友清雅 与此同事清雅正规在地上给你换鞋 不知道洛峰看到真物会做何感想 他便拿衣服便对着你说道 今天将家人送了帖子过来说 过几天时将家主将连城的六十大寿 请你过去赴宴 知道了 到时候你陪我去吧 对了 差不多还有半个月 我们的契约就到期了 当初你爸把你抵债给了我 让你做我三年的契约女友 我很感激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到时我会如约放你自由 清雅听后忍不住流下眼泪并对你说道 准确地说 是十四天八个小时 你是个大反派 世界第一杀手修罗洛峰当众骂你戏狗 你直接抢了他的女主角苏清雅 搂着一起去寿宴杂卡场子 你们一到场众人就围着苏清雅喊少奶奶 整得清雅一阵娇羞 与此同时将仁杰和江若雪也赶到现场 无道 我听说你干掉龙王萧城趁火打劫江氏集团 不过你的如意饭盘要落空了 今天的宴会我会正式继承江家 以后我会照着江氏与若雪 你再敢打他的主意可别怪我不客气 江若雪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说道 因无道 没有你我江氏集团照样能东山再起 你的狼子野心绝不会得逞 而你根本不想听他们巴拉直接无视二人 与此同时铜锣敲响 江家主将连城表示 今日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只见他手指面前的两个儿子说道 洛峰继承江家新任家主 此话一出在场众人无一步精掉下来 家主的位置竟然传给了一个私生子 江仁杰更是气得直接指着江连城骂他脑残 老不死的 我看你残的不是腿 是脑 下一秒江仁杰就被洛峰一巴掌扇飞出去 父亲受厌 休得放肆 这时你察觉到身旁的苏清雅似乎有些不对劲 支线任务 攻略天之交女苏清雅 原来修罗洛峰的女主角就是清雅 那这个绿帽子到底算谁的 不出所料的话洛峰应该是有所依仗 只见丧彪绑着管家江瑞来到寿宴大厅 洛峰指着一旁的江仁杰母亲说道 我已经查明 当年我母亲之所以暴毙 正是被江瑞下毒药所害 而他们毒害我母亲的原因 竟是因为我母亲发现了他们的私情 至于江仁杰他根本不是什么江家嫡长子 而是江家主母与管家的孽众 你胡说 我就是江家大少 洛峰歪笑着江一张纸甩到他的脸上说道 笑话 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份亲子鉴定 与此同时江家主江连城也发话 即日起 收回江仁杰姓 逐出江家 把江瑞与陈雪拖出去 我要跟他离婚让他近身出户 江仁杰连滚带爬过来求江连城留下自己 只见洛峰上前一脸邪笑说道 江仁杰 你是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扔你出去 江仁杰眼看没招 于是将目光转移到你身上 无道 现在只有你能救得了我 你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 是谁当才说就算死在这里也不会求我的 江仁杰连忙磕头向你道歉 无道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跟你做对了 若是今日你能保住我 老城改造项目归你 江城中心医院也归我 你没得选 紧接着你鼓着掌走向洛峰说道 精彩 这吸引得真是精彩啊 姓殷的 我们井水不放河水 我劝你最好置身事外 英家与江家事事交 眼看江家大祸临头 我岂能坐视不理 你想清楚 成年人可是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那是当然 因为你这份鉴定书就是假的 这可是江大鉴定出的证明 是全江城最具权威的 你别信口开河 你手拍了拍鉴定书说道 是吗 那我们就现场证委吧 董院长 你来告诉大家这份鉴定到底是不是真的 令王董飞好像是在我家圣唐集团工作吧 董院长立马明白了你的意思 于是拿着鉴定书说道 这是假的 我们江大鉴定从未出具过这个鉴定 姓英的 你撕碎了鉴定证书又如何 江瑞什么都交代了 无非再做一次鉴定而已 原来江瑞在丧彪的言行拷打下 已经说出了实情 此时你突然走向江瑞说道 皮肉之痛不过须迷之间 而终一之名长流世间 此乃大丈夫所为 翻译成人话就是死不过一刹那 但却可以保住你的女人和孩子 这才是你该做的 江瑞听后立马误了接着改口道 是洛峰逼我陷害主母与少东家 我与主母从未越雷池半驳 与少东家更没有半点关系 对江家忠心耿耿 紧接着冲向柱子当场撞死 你是个大反派 世界杀手榜第一修罗 洛峰要跟你决一死战 只因你抢走了他的初恋苏清雅 而他却没能料到清雅早已爱上了你 宴会上江瑞突然改口并当场撞死 这使得洛峰多年苦心布置的杀局功亏一篑 他望着眼前的你心中难难倒 鹰无道 灭了龙王的人果真不凡 只见你转头冲着一旁的江连成说道 是不 洛峰夺敌相残够献主母 后续怎么处理就是你们江家的事我就不插手 江连成随即下令将洛峰赶出江家 然而这些小喽喽对付洛峰可不够看 洛峰瞬间只觉掉在场的所有手下 并上前一把掐住江家主母陈雪的脖子说道 我不关心你们江家的仇事 也不在乎什么狗屁家主之位 我这次回来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报仇血恨 下一秒 江连成见状竟直接当场吓死 此时的洛峰渐渐将矛头指向你 不料苏清雅突然出现挡在了你的面前说道 住手 我不准你杀他 与此同时丧彪赶来告诉洛峰特勤对路漫来了 洛峰这材料下狠话跳窗离开 此时的江家就只剩下江人杰一个光感司令 你上前安慰道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江家不能乱 我会派人来帮你处理后事你抓紧接手江家吧 片刻后江人杰找到江若雪说道 江小姐 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 在江城没有人能跟鹰无道作对 他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我觉得你还是从了他吧 你恰好是他想要的女人 江若雪心有不甘地流下眼泪并转头向你说道 你这样一花街木颠倒黑白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以为在座的各位看不穿吗 你以为江连城不知道真相吗 隐穿尘世势力庞大 江家若是随随便便修掉沉血废掉江人杰 必会遭致尘世暴 江连城骑虎南下为了维系他那点脆弱的脸面 只能硬着头皮更改继承人 而我只不过是给他一个台阶下而已 不可能 江连城绝不可能为了自保而不顾江家血脉传承 你在信口湖边 江瑞祖上出自八世祖次子与江连城一脉同其连之 江人杰与洛峰的身体里同样流淌着江家的血 你若是江连城是会选拥有强缘的江人杰 还是选母亲出身勾兰的洛峰 江若雪听你一息话瞬间对你的好感度爆棚 鹰无道 你简直就是个妖孽 画面转到鹰家别墅 你和林峰正在车旁商量着什么事情 原来是你给兵王安排的沙漠之音道 就在这时 楼上突然传来苏青雅的尖叫声 下一秒林峰便跳到了楼上 却没发现有任何异常 只见苏青雅有些紧张地解释道 刚刚我看到了蟑螂 我平时比较害怕虫子 我看不是蟑螂 而是只臭虫吧 你上前粗暴抓住青雅的手说道 雪茄烟灰缸旁边怎么会有香烟的烟灰 我什么时候这么不讲究了 可能是风吹过来的吧 那这些海沙怎么解释 这是后窗外沙滩上的海沙 你一脸不悦地拆穿他说道 是洛峰来了吧 你曾经的青梅竹马 不 不是的 你不要误会 赶来我家中放肆 你们是在找死 下一秒你直接日长迹向衣柜 破碎的玻璃刺穿丧标的喉咙志祁当场死亡 吊灯上的洛峰健壮 直接向你甩出树式把飞刀 而你则是使出九龙钢气护体 很能结实吧 那就让你试试我的绝技 三十六品飞刀之 血子 不愧是主角 果然还是有主角光环加持 只见洛峰手拿飞刀一脸阴狠地走向你说道 以你顽固之身 竟能让我用出绝招 已经让我倍感震惊了 但你霸占青雅 杀我的兄弟 罪该万死 都市爽慢中的男主角 要将你碎尸万段 只因你夺了他的初恋 给他戴了绿帽子 你直接剥离他的绝技血连飞刀 什么 前你有说饶他一条狗面 不可能 你是反派啊 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只见洛峰一脸阴狠地拿着飞刀走向 他没想到苏青雅再次挡在了你的面前 洛峰见状咬牙浑身颤抖地说道 苏青雅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你爱上了这个混蛋 你被怕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只是不想他死 此话一出洛峰更加愤怒了 鹰无道 你不止霸占了他的身子 还霸占了他的心 夺妻之恨杀凶之仇 你今天必死无疑 说罢便甩出飞刀直刺你的要害 还好兵王凌峰及时出现一枪打掉了飞刀 只见凌峰拿着双鹰不断射向身伐鬼魅的洛峰 凌峰 你堂堂兵王为何甘于助纣为虐沦为小人的英雀 鹰无道堂堂君子何来小人之说 倒是你构陷手足残杀敌姆 逼死亲生父亲 诸狗不如 为虎作娼 一起去死吧 面对迎面而来的术师把飞刀凌峰丝毫不拒 片刻后所有飞刀军被其射落 此时的洛峰飞刀已经全部用尽 不愧是兵王凌峰 枪法如神 多谢夸奖 凌峰转头向你问道 老大 想怎么处置他 这时身后的苏清雅上前帮洛峰求情 只见你粗暴地捏住他的下巴问道 你给我一个不杀他的理由 清雅小脸害羞地表示自己愿意伺候你一辈子 而你却直接将他推倒在地转身并说道 既然你忘不了他那我就成全你 跟他一起管 尽管苏清雅满脸的不情愿 还是被洛峰强行拉走离开了房间 鹰无道 你会为你这个决定后悔 做掉洛峰任务完成度90 仅获得修罗洛峰专属技能奖励血连飞刀 你毫不犹豫直接剥离 与此同时别墅外的洛峰瞬间倒地感觉自己忘了什么 而他身后的苏清雅一脸冷漠地向他说道 洛峰 你自己走吧 清雅 你难道真的爱上了那个顽固吗 他不是顽固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是他救了我 而你呢 你当时在哪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洛峰自知亏欠清雅便转身离开并说道 清雅 我还会回来的 我会光明正大地把你从他身边抢回去 我还会弥补这些年对你的亏欠 此时你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清雅身后 既然你不走 那就跟我来 不道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而他没想到你对他的惩罚 竟是当着他的面相悲中倒入了那种东西 这就是你的惩罚吗 你非要这样对我吗 我绝不能让他发作 绝不能把最不堪的那面呈现出来 春风吹又声 画面转到江城一个隐蔽的码头处 洛峰刚上船就察觉到事情似乎不对劲 原来是你和林峰半岛结上了他 洛峰见状连忙向你甩出一把飞刀 却被你轻松躲避 用九龙真气来驱动三十六品飞刀 还真是完美契合呀 洛峰见你使出的招式无比眼熟 可就是想不明白是什么 你也不想再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使出他的绝技血连飞刀刺穿他的身体 做掉洛峰 任务完成度一百 奖励一天焦点 你盯着眼前的系统界面心中难难道 就这 这系统也太敷衍了 我记得我被萧辰杀死时曾见过一个美女 那应该就是系统小姐姐了吧 还真是令人难忘啊 好像也是时候开发开发系统的姿势 啊呸 是开发系统功能了 他是以暴君著称的咒王 而你是他的转世 什么歪嘴战神龙王 修罗你都不放在眼里 就连大反派系统妹子你都不放 不能开放系统隐藏功能 你直接把他捆绑严形逼供 阴家别墅内 只见你正在神堂祭拜并笑眯眯的说道 当日承蒙大人相救 大人的盛世容颜令无道魂牵梦了 若能垂怜还请将尊贤灵满足无道的卑劣心思 下一秒你的眼前就出现一漂亮的气袍妹子 我王如此抬爱 那切身就现丑了 本来想得你解锁王爵实在现身的 如今看你这么虔诚那就破一回力吧 你一副色眯眯的模样盯着系统妹 够色 不愧是大反派 我很满意 你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并向其鞠躬说道 还请将大反派系统的隐藏功能开放 小人不胜感激 你未免想得太美了吧 系统是要一步步开发的 你只有不断完成任务满足了开放条件 才能开启新功能 明的不幸只好莱茵的了 只见你扯下欲坠弯笑着说道 这就是你的藏身之所吧 这盒子连核辐射都穿不透 你这样的灵体应该更不行吧 说吧你一个响指 特制的黑幕墙瞬间将系统妹围在其中 这是特制黑幕 神级大反派系统 就是所有反派死后的怨气汇集而成 我的作用就是利用系统 把你打造成神级大反派 我杀所有天骄 在你的严刑拷打下系统妹终于解锁隐藏功能 你望着眼前的系统界面有些疑惑的问道 别的都好理解 这个声望值是怎么回事 声望值可以在商城兑换商品 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 一种是让人崇拜你 一种是让人畏惧你 放眼望去商城中果真都是好东西 尤其这个真人傀儡 关键时刻可当替身用 简直就是保命神器 你目的达成自然便给系统妹松了吧 下一秒她便给了你一个大逼动 如果这能让苏小姐心情好点的话 请继续 惹得苏打几小脸一红气的回到玉坠中 呵 女人 你已经被我拿捏了 你刚回到书房就接到了林雨柔打来的电话 与此同时芸汐斋内 掌柜李斌正臭骂着地上的林雨柔 只见她一脸委屈的说道 我没有碰到鸡钢杯 是你松手裁掉 李斌见她还敢顶嘴上去就要一巴掌 却被赶来的你牢牢捏住她的手 你特么谁啊 也敢管芸汐斋的事情 林峰见状就要上去收拾李斌却被你阻拦 不着急 我会好好料理她 宇柔 你先告诉我怎么回事 前段时间有个人到店里点当了一个名城化豆采鸡钢杯 李掌柜今天拿出来盘货的时候递给我学习 他却想趁机占我的便宜 我下意识地后退赌命 他就松手把杯子摔到了地上 你是个大反派 而眼前这个猥琐老头竟敢污蔑你的女人 你直接带着冰王去砸了她的古董店 什么 老头表示不服 那她的那双手也别想要 林宇柔向你讲述了李斌诬陷她的事实 只见李斌立马手指着林宇柔说道 小贱人 你敢血口喷热 就是你砸了鸡钢杯 这个锅你不想杯也得杯 见状你不由的歪嘴笑道 好大的威风 你现在有多嚣张等会就有多狼狈 与此同时古董店门口正站着一个女主播 用手机实时直播着店内的一举一动 这是系统提示你获得奉解的青睐 声望值加一 看来是被现场直播了 也好 正好用来积累声望值 于是你向前对李斌说道 不是有摄像头吗 到底谁摔坏的一茬便知 抱歉 很不巧摄像头坏 你勾了勾手指让他身后的员工过来 两打子大钞直接甩在桌子上说道 告诉我真相 这些就都是你的了 一旁的李斌见状一脸的紧张 小张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别因为一点小钱乱了方寸 紧接着你又丢下几打子大钞说道 再不说 我就给其他人了 不出片刻员工就找来了李斌摔碎杯子的监控 这下人证悟症都在 李斌摆口莫辩 你直接下令让兵王打扫一下屋子 只见林峰拿着棒球棒 几乎把店内所有古董砸得稀巴烂 你们疯了 你们知道这是谁的生意吗 贱人 快让他住手 否则我整死你 你一把死死捏住李斌的鸡爪子说道 我扔你很久很久了 就是这只手想摸我的宇柔 还打了我的宇柔对吧 那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下一秒 那李斌桐的直接喊出了猪叫声 身后的林宇柔听后小脸一红 他的宇柔 吴道哥哥好霸道 好帅 与此同时系统不断传来声望值增加的消息 另一边的女主啵啵啵间也到达五万人在线观看 不过寻潇潇还是有些担心 好像真的不是剧本那个人的手指真的断掉了 我要不要报警了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李斌的嚎叫声 大小姐来了 你们这些混蛋今天都要死 英吴道 你这个渣男竟然还没死 没天理啊 白云熙 你家老爷子还没死呢 你就当董事长了 下一秒你们二人竟嘻嘻哈哈的抱在了一起 这木柏一旁的李斌吓得何不容嘴 只见白云熙姿势优雅的坐在椅子上说道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就是如此 视频为正 我的人吃了亏 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白云熙点头回应表示明白 他走到跪在地上的二人面前说道 张店员 你拿着钱走人吧 卖主求龙的事情做一次就够了 吴董这行以后就没你的立足之地 至于你李斌 你这身健保技术是世家传承 加上你天赋上家 我本有意培养你做我白家的大掌柜 可是连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紧接着就是一脚踹进李斌的嘴里说道 玩你都拿不住 要这双手干嘛 来人 给我砍了 随后转头向你说道 吴道 这个胶带可以吗 你看了看身旁的林宇柔 而他则是一副受宠若惊的表示可以了 与此同时你的声望之意达到21万点 你随即站起身子走向白芸汐说道 这机缸杯最起码价值好几亿 或许我可以帮帮 当真 若你真的帮我这个忙 芸汐摘这家铺子便送于你 这时身旁的林峰却是一脸的不紧 老板 我们刚砸了他们的店 跟他们结了梁子 你为什么又要帮他们 芸一致始至终可曾怪过我们砸店 他把李斌的手砍了 给与柔作交代给足了我们面子 既如此 我们又岂能的礼不饶人 林峰望着你心中若有所思 接着你用声望值购买的系统 商城内的修复药水 向杯中滴了一小滴 根据使用说明 只要把破裂的东西堆齐 再用药水就能成功复原 你是个大反派 都市紫金桶男主说你的古董是假的 你直接拿出家中喂猫的真品来打他的脸 有个紫金桶就出来显摆了 你直接用透视眼抢了他的东西 声望值购买的修复药水简直不要太好用 仅仅一小滴就修复了破碎的鸡钢杯 白芸汐和林宇柔满脸惊讶的观摩着 就在这时秦天和路曼的道来打断了二人 白老板 我典当在贵店的名城 画豆采鸡钢杯是否完好 一旁的你注意到了路曼 这不是红盾特勤的特工队长吗 他不抓间谍 怎么跑来这里了 他怎么在这里 可别给我暴露了身份 芸汐有些紧张地向秦天介绍着鸡钢杯 还请秦老板放心 我这里所有的古董都碎了 您这件也不能碎 而秦天见状则是有些意外 这确实是我的东西 可为什么会完好无损 这不科学啊 他身后的路曼这时小声说道 你不是在晚上动过手脚吗 会不会这是假的 这秦天也是个老手 只见他拿起鸡钢杯一脸平静地说道 跟我玩偷梁换住啊 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陈华词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洗礼 豆采燕而不浓 内敛且雅致 卑鄙之上云雾遮盖随处可见小气泡 而这个艳品色泽浓俗气泡全无 完全就是件现代工艺品 此时的云衣有些不知所措 我明明看着无道亲手修复的 怎么会变成假的 秦天则是满脸得意的坐下 对白云熙说道 白老板 你玩这出可太不讲究了 按照规矩 你得赔我十倍的价格 我秦天向来不会为难女人 这样吧 你把这家电盘给我咱们这事就两清 给鸣无道也是的 给秦天也是的 不如顺水推舟 了结了此事 白云熙刚想答应却被你阻拦 没错 这鸡钢杯确实是假的 既然你们承认造假 那何须多言 立刻把云熙摘给我 我说这鸡钢杯是假的 可没说是我们造假 因为 造假的是你 秦天听后明显有些激动 别张口就来小心我 告你诽谤啊 普天之下 明成化豆彩鸡钢杯共有十九盏 其中仅有四盏为四人收藏 对也不对 不错 我的那盏就是流落在外的那盏 真是老太太钻被我给也整笑 你接着命兵王林峰去别墅后 花园去拿那个喂猫的碗 与此同时主播荀萧萧正在外面偷拍着 他直播间此时的人气只增不紧 很快林峰就抱着喂猫的碗回来了 放在桌子上一看果真是一模一样 秦天表示不服直接开启紫金铜一遍真假 竟发现这个喂猫的碗居然是真品 秦天刚想收回自己那只假的典当品 却被你一掌拍碎并说道 按照规矩 你这赝品应该销毁 秦天见状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路曼经过你身边试小声说道 混蛋 坏我正经事 正事 秦天四肢打断沉江 云姨 谢不可鲁莽 这秦天的底子我虽不清楚 可她身边那个女的身份特殊绝不可招惹 白云熙听了你的建议并如初将古董店送给你 你反手就把合同递给了身边的林宇柔 宇柔 你学的是古董专业 树叶有专攻 我借花 献佛这家古董店就送给你了 与此同时你的声望值忽然猛加 看来直播真是收割声望值的好路子 林宇柔小脸满是欢喜 还沉浸在拥有一家古董店的快乐中 而你则是用声望值购买了透视眼 秦天放着几十亿的赔偿不要而单单只要这家店铺 就算是被我砸了她都那么稀罕 要说这店铺里面没有宝贝鬼都不行 说吧你便开启了透视眼 果真在店内不起眼的嘎拉角落发现几箱宝贝 不过 林宇柔手中的宝贝也挺白的 都市天骄憋宝传人竟敢偷你的古董 作为反派的你直接把她做到怀疑人生 可你没想到她竟能用紫金铜射魂控人 画面转到云西斋 不远处的陆曼和晴天正观察着店内的一举一动 镜头中出现的人正是你和林宇柔 只见陆曼有些担心地问道 我们的计划不会被耽搬了 上面催得很急 你就放心吧 我既然已经答应帮你了 那这件东西保证跑不掉 我们再等等切莫操之过急 与此同时你和林宇柔正享用着丰盛的晚餐 林宇柔笑嘻嘻地拿出一瓶药酒说要给你 晚饭后的你趴在地上找着白天看到的机关 此时的林宇柔已经喝醉了 只见她色眯眯地趴在你背上说道 吴道哥哥 你真的好帅 单纯温柔的美少女竟然酒品这么差 耍起酒疯来简直性情大变 你们二人拉拉扯扯不小心关上了灯 片刻后 晴天和陆曼就翻窗进入了室内 二人丝毫没有发现趴在地上的你们 陆曼环顾四周后说道 晴天 白天的时候我已经观察过 没有发现机关 你知道怎么去保 对于晴天来说只需要开启紫金筒即可 不出片刻晴天就找到了机关的所在之处 轻轻按下开启机关的暗影 映入眼帘的是好几箱闪闪发光的宝 只见陆曼拿起一件麒麟文物说道 不错 就是这件井泰兰麒麟 与照片上一模一样 是前不久被劫走的那批东西 按照说好的 我只取一样其他的闺女 就在这时你突然出现在二人身后 被吓到的二人迅速向后闪退 鹰舞道 你没走 赶来我的店里偷东西 你们找死 晴天轻松用匕首挡下飞刀 下一秒你直接操控36把飞刀再次攻向他 不过晴天这时开启了紫金筒 在他眼中你射出的飞刀速度非常之慢 鹰少我做事向来不会给自己留下祸患 说罢便手拿匕首直刺你的要害 却被你释放的九龙真气直接震飞树迷远 紧接着一拳将晴天轰到了墙上 与此同时系统提醒你新的天骄出现 而你的任务是虐杀天骄晴天夺取紫金筒 我就知道 两个点的天骄绝不会这么容易搞定 这时身旁的陆曼却突然用枪指着你说道 鹰先生 请你冷静点 这其中有误会我可以向你解释 原来这些古董是流落到海外的国宝籍文物 一名大英雄历经数年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 才把这批文物无偿捐赠给了祖国 但是在国宝归国的途中遭到了劫掠 后来我们得到献报说是在古湾城一带见到过这些宝贝 于是陆曼请了晴天来寻宝 他是鳖宝传人 能够望见宝器所在 陆曼刚解释完 不远处的林宇柔竟然冲向了你 他手拿学夫人匕首 结结实实地刺入了你的腹部 原来是晴天趁你和陆曼谈话用紫金筒操控了他 王八蛋 你控制了宇柔 晴天望着你一脸邪笑回应道 我的紫金筒不仅能透视 广气 捕捉速度 还能发动射魂术 晴天 他已经放下刀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妇人之人 这种纹固向来牙字必报 我既然已经跟他结了梁子 他又岂会跟我善罢甘休 所以 我只能不留后患 接着大手伸向跪在一旁的林宇柔 英无道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 我绝不能暴露身份 所以只能斩草出根 杀人灭口 你自裁吧 说罢林宇柔拿起匕首迅速划破了脖子 最要命的是薛夫人匕首上还徒有据的 都市天骄男主角不仅利用你的女人刺伤了你 还心狠手辣地控制他自杀 最要命的是匕首上面徒有据的 身为大反派的你又会如何面对这场危机 只见路曼用枪指着晴天愤怒地说道 晴天 你杀人了我要逮捕 你不说我不说 就没人知道是我干的 可是英无道和林宇柔死了 他们不该死 晴天一脸认真的慢慢靠近路曼说道 路曼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为了英无道而抓我还是为正义 路曼 刚才我们顺利地拿回了属于我们的东西 在古董店里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人 现在你要去抓捕白芸汐 谁能想得到我的紫金铜可以重写进 与此同时店内的你正准备打开商城购买大还单 却没想到系统提示你商城关闭 你愤怒的一拳砸向地面说道 苏小姐 做人不能这样 宇柔她快不行了 下一秒系统妹就出现在你的面前说道 姓英的 你也有今天 你囚禁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会落到这种地步 紫金铜的能力超出了我的判断事态彻底失控 苏该肯定会趁机报复 但越是这样我越不能求她救我 她是绝不会救一个弱者 我唯一能赌的就是她救林宇柔 必然也会救我 只见你一头撞向地面大声喊道 苏小姐 我们的恩怨跟林宇柔无关 我可以去死 但你一定要救救宇柔 她竟然会为了一个女的求我 是她真的爱林宇柔 还是我的大反派系统给错了人 苏改虽然是大反派的管理员 但她既然在必由神那么说明 她依旧无法摆脱大断 我这次虽然是赌她救宇柔的同时会救 但却有着八成的把握 果然你赌对了 购买了两粒大还单 画面转到江城医院 林宇柔哭着从梦中惊醒 坐在她身旁的你温柔地对她说道 没事了 都过去 下一秒林宇柔心情无比激动地扑进你的怀中 无道哥哥对不起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积极 刀扎中你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 你们二人含情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林总表示这种画面我看就够了 此时的林宇柔已经彻底被你攻略成功 系统提示你任务完成奖励 同时升级维子决 身体超级强化 全技能升级 呵呵 秦天我承认你说的一句话是对的 那就是我鹦鹉道的确是牙字必报 与此同时 路曼以白云西买凶杀人 贩卖国宝级文物逮捕了他 一定是家族中的那些人陷害我 他们知道等闲罪名耐服不了我 所以给我安了个倒卖国宝级文物的罪名 并且引来了红盾特寝 片刻后路曼就被好几辆吉普车挡住了去路 你从直升机绳梯上滑落下来说道 路小姐 我没死你很失望吧 失望 你说什么事了吗 我为什么会失望 怎么 做了亏心事竟然还装无辜 路曼的表现不像是装 看来是秦天队他也下手了 好个紫金头 真是可怕的紧啊 紧接着一队全部武装的人包围了路曼等人 我好不容易动用一次老爷子的力量 今天非要闹个天翻地覆不可 莫 你要的人在这 但秦天不是我们特勤队的人 所以任务完成后他就离开了 接连两次被你出手就吓得云影 似乎对你产生了朋友之外的情感 这时车内的路曼一脸鄙视的向你说道 白家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最好别再烫这趟浑水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告诉秦天 洗干净脖子动我 你是个大反派 都市天骄男主角却被你驱立出主线 小反派白玉龙要向你宣战 你直接代替主角完成装插大业 就下白云熙后 你打算帮助他重回家主之位 另外这一趟也是收割声望值的好时机 画面转到白家白宫馆 你们二人却被二五仔拦在了一室厅门口 白云熙一个大逼都让他认清现实 白家老二白耀宗见状满脸的震惊 白云熙 你怎么回来了 我们回来 你们很失望吗 白云熙 你私犯文物 坏了足归 我已召开家族大会将你的代理董事长职位撤了 如今我是白家家主 这里已经轮不到你坐主了 台下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我不与你们这些老古董讲话 我爷爷在哪 白耀宗一脸邪笑的回应道 老爷子昨夜已经被你气死 白云熙听后如雷轰顶差点没站住脚 与此同时白家养子白玉龙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说道 爷爷已经被你气死 你走吧 离开白家 白云熙这时才明白是白玉龙背叛了自己 只见白玉龙一脸阴沉的说道 你明白的已经太晚 白云熙 没想到你也有跌落神坛的这天吧 当年我向你求婚却遭你当众拒绝 今日我要将当年之辱统统还给你 你们想扳倒我白云熙 没那么容易 白云熙走到众保镖面前说道 你们若是还记得我的恩情就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若是我翻盘成功绝不亏待你们 还是有不少手下讲究一起向白玉龙冲去 只不过没想到他还是个恋家子 一拳一个小朋友 很快便突出重围向白云熙去 不过你一招内功外放直接将他震飞 这时白耀宗突然指着你骂道 鹰无道 我们白银两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是想向我们白家宣战吗 你一脸戏谑的表示那边宣战吧 紧接着你便和白玉龙双全对轰起来 好强的内力 他真的只是附加王库吗 这白玉龙光靠肉体力量 就能硬抗我升级后的九龙真气 拥有这份本领完全不像是龙套 果然这是系统提示检测到小反派 晴天已经被我驱离原本的主线 出力小反派的险生大业我就带来了 说吧你便使出修罗的36品 血连飞刀 老子的拳头可是不具刀枪的 你的飞刀确实伤不到白玉龙 可他不会想到你用的飞刀只是障眼法 真正的杀招是剧毒匕首薛夫人 白玉龙毫无防备的被匕首刺中心脏 击杀小反派白玉龙成功 奖励二反派点 以成功学习生龙拳 而一个反派点可以兑换半个天交点 说实话你直播放个屁都比杀个反派赚得多 这是一旁的白云熙一脸担心的跑向你 他的好感度再一次提高二十点 看来你的后宫又要新进成员了 与此同时白耀宗竟还敢叫嚣说把你送进大牢 你一个鞭腿踢了过去 脚踩在他的头上一脸不耐烦的说道 闭上你的狗嘴 活躁 片刻后路曼赶到了现场 人证物证俱在 麻人吧 你是说 这个死人杀了护卫 抢劫了那批硅谷文物 然后都是白耀宗之使 不错 文物上面有残留指纹 一查便知 冤枉 我没有碰过这些文物都是白玉龙搞的 不好 说漏嘴了 不对 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打劫文物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居高林下向白耀宗致问道 那你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白朝恩 此事也不认 我与父亲副辞字笑苍天可见 若我有半句虚言 就让父亲把我带走 下一秒白家主真的从棺材中坐了起来 蹦蹦跳跳来到他的面前说道 孽障 你下毒是负 见我不死还用枕头蒙舞 天底下 怎么会有你这样狠心的逆子 白耀宗见状竟吓破了胆当场隔屁 你是个大反派 都是小反派白玉龙要拧下你的头当球踢 只因你想祸害他青梅竹马的玉井 你直接送他去见阎王并学了他的技能 被救下的玉姐竟激动得一身香血 白家老二白耀宗被吓破胆当场隔屁 只见路曼走向白家主白朝恩询问事情的原委 文物抢劫案在这也到此结束 路曼对着你鞠躬并对冤枉你知识道歉 说罢便收队离开的现场 而白家老爷子能够七死回生 正是因为你给其服用了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大还丹 白云熙听后小脸一红 他竟然为了我用了这么贵重的丹药 与此同时寻笑笑跟着你的第一次正式直播结束 而系统竟因为声望值顺势增加过多崩溃重启 不到一个小时的直播就赚了270万声望值 这时身旁的白云熙突然抓住你拉近了房间 还挑衅你是不中用的营养辣枪筒 你直接抱起他展示一下男友力 攻略白云熙任务完成度80 获得洞察天赋 因好感度不足获取天焦点失败 画面转到第二天清晨 你们二人正站在阳台谈论着今天的行程 今天翡翠公盘 从老龙场来的屁不错的原石 你要不要陪我去看看 如今我有健保天赋与洞察天赋 正好去小试牛刀 于是你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同时你带上了学习古董专业的林语柔 一进会场就看到了价值武艺的一号标王 而他下面的联系人竟是晴天 晴天的石头 还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地来全部费功夫 这家伙不会是主角 竟能搞到标王 这时兵王林峰跑来对你说道 老大 我在门口发现了晴天 但他因为没有请柬被保安栏在门外 按照套路发展 应该很快就会有人给他VAP请柬 让他在门口装一波 那还不如顺水推舟让他得意忘形 接着你便命林峰给晴天送去请柬 而你大手一挥自信地说道 走 我们去监控室 看看男主的表演 与此同时会场外面晴天正被保安拦着 不过很快市场经理就笑嘻嘻地上了请柬 紧接着就是啪啪两巴掌 不是说规定吗 怎么不哼了 几个看门狗也敢挡我 第一那动了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装逼饭 会场内晴天站在众多元氏前打量着 原来他是想利用紫金桐 找出所有的上乘元氏并标记 赚取他闯荡江城的第一桶金 不过他不会想到你早已盯上了他 把晴天所有记下的标识全都拍下来 不管别人出多少钱我们都要拿下 不计成本 地旁的白云熙有些担心地上前提醒你 无道 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晴天虽然会点健保技术 可他万一看走眼了吗 我相信他 看走眼 他可是拥有紫金桐的大男主 他的眼睛就是耻 还是咬牙表示一定拍下标王 应无道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我信你也是信我的眼光 与此同时主持人宣布一号标王开始竞价 在场中人纷纷举牌激烈的竞争着 江家新任家主江仁杰更是直接出道七 江仁杰 你在想屁齿 老娘看上的东西 谁都抢不走 这时晴天也注意到了他身后的你和林峰 应无道竟然没死 薛夫人匕首剑写封侯他怎么活下来 真是活见鬼了 林峰剑撞气得就要上去灭了他 却被你阻拦 急什么 好戏才刚开始 晴天 我们慢慢玩 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而你竟开出了世间罕见的启罗玉 哪怕是保守起价也要几百亿起步 就在白芸汐自信满满以为要拿下标王时 身后便出来一男子表示要出八个亿 此人正式将成四大家族之一的鸡家鸡无几 芸怡 我知道你们白家很需要标王 但我家老爷子下了死命令 对不住了 那恐怕这次要让老爷子失望了 八亿五千万 不远处的晴天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对 就是这样 你们狗咬狗满嘴毛 到时候老子鱼翁得利 这是你上前直接让白芸汐加到十个亿 他听后下意识的就举起了牌子 来之前公司的专家们都计算过 这块石头最大的价值也不过八个亿 我竟然真的听他的举了十个亿 我是疯了吗 不懂事的姬无几和江仁杰刚想加价 却被你的气场吓得缩了回去 江仁杰自然不敢跟你放肆 无几哥 我看你在朋友圈对我那个鸡钢杯很感兴趣 不如我评价让给你 既无几听后收了手笑嘻嘻地说道 那就多谢无道了 我也退出 那么接下来就是切石头的环节了 正所谓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马步 如果三刀切不出力 那这块石头基本上也算是废了 白芸汐自幼便跟着爷爷学习 自然知道从哪个地方下刀 画完线后白芸汐便吩咐工作人员开刀 第一刀下去全摆 第二刀下去全摆 完了 完了 并无道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剩下的石头 此时的白芸汐心中已经开始动摇 这石头半点没有出翡翠的迹象 看样子我是栽了 现在别无她法为有及时止损 白芸汐刚想接受晴天的提议 这时你和林峰突然上前说道 晴天 你这镖王十个亿出手又两个亿回购 什么都没损失就净赚八个亿 真是打得如一算盘啊 但可惜 你今天遇上了我 谁规定卖出的翡翠不能回买 他卖我买他请我愿 与你何干 干系大 说吧你便一把搂住白芸汐说道 白芸汐是我的女人 她的东西便是我的东西 此时的晴天莫名产生了被戴绿帽的羞耻感 白芸汐满脸担心地望着机器中的石头 我已经仔细看过 出翡翠的几率很低 出帝王绿的几率几乎没有 而他身旁的你却是一脸的自信 天骄便是天道眷顾的存在 奇迹在他们手中信手拈来 晴天愿意花两个亿回购置就绝不可能是一块废石 接着你便发动洞悉天赋 找出翡翠所在的位置 不远处的晴天记得咬牙切齿 怎么会跟我想的一样 这个位置就算是我的紫金桶都是勉强才看清 因无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机器按照你所说的沿着裂缝开始切割 下一秒一整块闪闪发光的翡翠映入众人眼帘 无道 你他娘的发财量 这么大一块没有裂缝的帝王绿百年不育 无道的运气可真不错 而晴天则是满脸的震惊 这是比帝王绿要稀有千万倍的 起罗玉 这么完整的起罗玉 若雕刻成功登必为稀释之宝 若非要给这无价之宝安个价格 那百亿也不过是起步而已 此时的晴天已经毁得肠子都清了 要早知道是起罗玉他打死都不会卖的 而你则是歪笑着走到他跟前看着他说道 挺住啊晴天 这只是开胃菜呢 因无道 我为什么总感觉活在你的阴影中 你是最败家的大反派 别人泡妞都是买包包送豪车 而你则是直接送价值几百亿的起罗玉翡翠 只见你勾起白云熙的小下巴说道 那整块起罗玉都是为你准备的 一旁的将人节二人听后直呼败家玩意 而白云熙则是激动的捂住了嘴巴 下一秒直接点起脚尖送你个香吻 不远处的晴天捂着胸口只感觉一阵刺痛 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冷 明明白云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却感觉像是在承受夺妻之恨 这是林玉柔抱着翡翠满心欢喜的冲向你 却看到你和白云熙的这一幕 接着小眼泪汪汪的大骂你是个渣男 吴道 你不去追你的小女友吗 而你却一脸的淡定的笑道 我可不想做卑微舔狗 毕竟舔到最后可是一无所有 公盘大会结束后人们纷纷离场 林峰望着即将离开的晴天向你提醒道 老大 要不要我现在去干掉他 这次就不用你出手了 我亲自料理他 一辆快速行驶的轿车内 几无计有些担心的问向一旁的夜雪 雪儿 你说因吴道与白云熙联手 会不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影响 没有拿下标王 老爷子会趁机向你发难 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影响 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计划 就在这时晴天竟突然出现挟持夜雪 并说道 我没别的意思 不过是想见你们的车赌必仇家 二位 得罪了 画面转到江城郊外某处 夜雪递给晴天一瓶晃泉水并说道 天气热 喝口水吧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等你回来报恩哦 晴天对此也特别的谨慎 虽然我长得很帅 也经常遇到美女现殷勤 可我不能不小心 我必须要看穿他们的想法 说罢便发动紫荆 同对二人进行毒心 这才放心喝下了水 而他不会想到 你料是如神 早已送了夜雪一副特制美童 来躲过晴天的毒心术 明白这一切的 积无忌不禁提醒夜雪 最近因无道行为处事大变 和他交易十分危险 你最好离他远点 这时你也从室内赶过来 而夜雪对你的态度 却十分的冷淡 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消我心头之狠 老板 按照你的要求 一篮子蘑菇都喂给他了 剩下的这点 他怎么都吃不下了 你手中拿着的蘑菇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具有强烈置换效果的毒蘑菇 晴天不是喜欢魅惑别人吗 让他也好好尝尝这种感觉 身旁的凌峰望着你 心中不由地感叹道 因无道心狠手辣 就连整人的手段都别出心裁 这样的人真的是太恐怕 不过这次我还蛮认可的 晴天这个瘪犬子 连女人都害 就该这么死 与此同时晴天摸着头 晕呼呼的醒来 望着镜中的自己 不断呼喊着 是谁啊 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们为什么都看着我 你们想干什么 在他发动紫金瞳的 同时昏死过去 恭喜子觉大人完成任务 成功掠夺二天焦点 以同时剥离了 晴天的金手指紫金瞳 而此时的晴天 像是疯了似的傻笑着 我明白了 晴天在强烈幻觉的情况下 利用他那特殊的眼睛 对周围进行攻击 结果被镜子反弹 反而把自己弄成了白痴 你看着这幕却有些怀疑 傻了吗 让我看看是真傻还是装傻 下一秒晴天竟 直接笑嘻嘻地扑向凌峰 顺走了他腰间的手枪 脸上却是一副 小孩玩玩具的模样傻笑着 儿子 从那里飞下去 会飞得很高哦 晴天笑呵呵摆着双臂 走到断层出却停下了脚步 怎么不飞啊 跳下去 你就可以一飞冲天了 这都被你识破了吗 说吧晴天便用手枪对准你 晴天也不废话 而是我的兄弟 一旁的晴天则是一脸的猛逼 鹰无道 这枪里为什么会没有子弹 想知道 下去问问阎王吧 说吧你便操控剧毒匕首薛夫人 无情地在他身上跳着舞 最终晴天一脚没站稳坠下了楼 自觉大人任务完成出色触发额外奖励 发放龙金虎猛玩两颗 由龙之金虎之血熬练九九八十一天而成 扶之铜皮铁骨 力大无穷 有无上妙用 你递给兵王凌峰一颗赤下 只见他全身开始发烫 感觉忽然有了使不完的力气 都市天骄神医竟敢勾引你的老婆 身为大反派的你直接让他身败名恋 白氏集团楼下 白芸汐刚下楼就被你一把拉进了车内 你干什么呀 大白天的 你说要好好的感激我呢 我现在就要兑现 话说你前不久刚吃了龙金虎猛玩 正好想好好地发泄一下 只见白芸汐小脸害羞地对你说道 你真不是人 以后不准你再吃那个玩耀了 人家腿都软了 而你们二人对话的这一幕 居然正在被一个狗仔偷拍着 两大家族继承人车内优惠 这可是今年最大最劲爆的新闻啊 这时苏清雅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说道 给你十万 把照片删了 狗仔听后似乎更兴奋了 原来是阴无道的小女友啊 想删照片 那你得好好陪陪爷啊 苏清雅直接一个左正灯 你下次要是还敢偷拍无道 我就找人活埋了你 无道 我可以游着你在外面花天酒地 可你不能不回家 昨晚 你就是在他家过的夜吗 他就那么好吗 画面转到阴无道的江边别墅 苏清雅一回到家 就看到你和主播寻萧萧笑嘻嘻嘻地吃着饭 而你却没看到苏清雅一样 还让寻萧萧坐在你腿上为你吃饭 寻萧萧则是满脸的抗拒 这时你突然转头对清雅说道 你今天搬到客房去把次窝让给萧萧 这样他离我近点 工作上我能亲自盯着 苏清雅眉头微皱小脸竟是为难 阴无道 你到底想怎样 我没有想过跟他走 也没有背叛你 我全心全意地服侍你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呦 长脾气了 要造反吗 你不是一直想去工作吗 给我滚去中心医院做你的医生去 什么时候知错了 再回家 苏清雅小眼泪汪汪的看着你 接着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你深深叹了口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也知道落风的是他一点错都没有 可就是忍不住地生他的气 身旁的寻萧萧看你的状态立马明白 因为你爱他 爱得很深 所以你在跟他故意赌气 你嘴上说自己是万花丛 中国片刻不沾身 可第二天醒来 第一句话就是叫清雅的名字 你已经习惯了苏清雅照顾你的日子 当你听冰王凌峰说起苏清雅在医院 和男医生的八卦时 却是一脸的紧张 看来我有必要去一趟医院了 江城中心医院内 你先是找到了在医院照顾母亲的林宇柔 而他见到你却是满脸的鄙视 林母的情况不容客观 神经外科专家韩正贤都没把握手术成功 与此同时苏清雅走过来对众人说道 我已经通知了我师兄杨凡 他的针灸超凡入圣 或许可以依靠中医手段治疗 看到你在立马气鼓鼓的扭头看向一边 没想到这小妮子穿制服的样子这么诱人 早知道就在家玩制服诱惑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苏清雅口中的小神医洋反 你看着二人有说有笑的模样 心中很是不爽 接着就是一脸不服的向前说道 正所谓有教无类方能大浪淘金 若是广设中医大学家强个派交流 贴开祖传观点个名家不吝赐教 在以科学之言解析经络学位之说 不出十年 华夏遍地神医 你是何人 竟敢口出狂言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都市天骄神医竟敢在你面前斑门弄断 你直接让他身败名列滚出医院 病房内的灵母呼吸困难危在旦夕 往往这种时候就是神医主角装逼出手的时候 果然杨凡见状自信地对众人说道 送手术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让我给你们开开眼 说吧瞬间发动鬼门十三针 不远处的韩正贤则是满脸的不屑 封建迷信 就这么非几根真病人就能好 他不会想到不出片刻灵母就坐了起来 而且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完全不像是病危 检测到新的天之骄子杨凡 身败名列 虽然有点不道义 但这是貌似我比较水 紧接着你就要推着灵母去拍CT检查一下 将她送进CT室后 使用声望值购买了与灵母一模一样的真人傀儡 来 闭上眼睛 不要紧张 你不过失去真人傀儡而已不是真人 一会不要呼吸装好死人 片刻后你推着傀儡回到病房内大喊道 不好吧 伯母忽然死囚了 出去的时候好好的 怎么忽然就不行了 这话你不应该问你师兄吗 他可是主治医生啊 师兄 你的鬼门十三针不会失手了吧 杨凡见状丝毫不慌射出三根银针道 区区视觉假死之兆 但我略施小记请客便让他还阳 而灵母却是没有丝毫反应 不应该啊 怎么会死透了 我的鬼门十三针银银银用的没错 就是趋于毁扬啊 你这个庸医竟然害死我吗 林峰一拳将其奏飞数米远 师妹 你要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说罢便只向你说道 是阴无道 她是最后接触患者的人 一定是她倒的鬼 住口 我错看了你也对不起林伯母 发生了这么大的医疗事故 你等着被处分吧 另一边林峰和林宇柔 无力地跪在地上求你救救林母 起来吧 其实无论你俩任何人求我 我都会全力以赴 更何况你们一起求我 接着你歪嘴小声对林宇柔说道 不过 宇柔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嗯 我再也不争风吃错 与此同时杨凡则是对你狂笑道 这天底下怎么可能有七死回生的药 就算是最逆天的小环丹 也不过是聚气宁神 续命延年 不好意思 我有家传大环丹 恕我不能让诸位围观 你们在此稍后片刻 我去去就来 只留下杨凡一脸震惊地望着你的背 难道这天底下真有能活死人肉白骨的大环丹 出了门你直接回收了真人傀儡 紧接着接回了做完CT的领母 众人见状全都震惊地合不拢嘴 杨凡则是被你一脚踹出中心医院 滚吧 以后不准你再来中心医院 否则打断你的狗腿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第一话就不动一兵一族干掉了歪嘴战神龙王 然而天道的宠儿都有着自己的光环 龙王萧尘回归你又当如何应对 都市天骄神医被你赶出中心医院后 拥有主角光环的杨凡很快便遇到一个大机遇 一名金发美女遭遇车祸后重伤 杨凡见状立即使出鬼门十三针之鬼门夺命 片刻后女人摇摇晃晃坐起了身子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 我会报答你的 而她正是青龙集团总裁洪业 画面转到你的江边小别墅 你看向不远处的苏清雅说道 给我倒杯水 只见苏清雅无比冷漠地回应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个家里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从今以后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不知何时你忽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女人 不管你是想激怒我 还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 你都成功了 接着一把推倒苏清雅 捏起她的小下巴说道 你虽然越来越放肆 但只要你肯认错 我就原谅你 凭什么要认错的是我 我做错了什么 而且我没有背叛你 没有 从来没有 你竟然敢忤逆我 从小到大没有人敢对我大呼小叫 给我滚出去我再也不想看了 好 我走 我再也不会太禁止到门半步 她怎么如此狠心 她怎么突然这么听我的话 之前不是要跟我对着干吗 你突然转身叫住了她 此时的苏清雅小眼泪汪汪的 很是让人心疼 同时她也转身一下子 扑进了你的怀中说道 吴道 我一直等着你开口晚留 因为今天过后合约到期 我就再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 我不要你走 我要你陪在我身边一辈子 那种画面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看 此时的苏清雅对你已经是至死不渝 这时她突然想起自己手里 还有狗仔偷拍你的视频 你拿起储存卡表示 是故意让狗仔偷拍的 原来你在龙都有个 只付未婚的未婚妻 而且听说是什么天下第一才女 但你却从未见过她 所以你希望通过绯闻 能让她主动退婚 苏清雅感动的扑进你的怀中 说的我差点就信了 清雅 这卡你就帮我游击到龙都吧 攻略苏清雅任务完成 奖励二天焦点 现代医学天赋 这就是现代医学知识点了 如果拿下洋帆 得到了古代医学 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 我岂不是天下第一神 就在这时苏打几 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说道 英无道 你要明白你对付的这些人 都不简单 他们都是天道的宠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环 凌峰被我降服 若峰与晴天已经凉透了 如果说有变数的话 那么唯一的变数 龙王萧辰 与此同时 路曼找到了监狱中的萧辰 萧辰 听说你愿意戴罪立功 不错 我可以帮你们除掉海外的麻烦 但条件是放我出去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不能为难举报人英无道 否则你还会进来 英无道 呵呵 我可真有点想你了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而貌美如花的未婚妻却要杀了你 只因你折磨了他九生九世 这里是繁华无比的龙都 上官府内的助理 米兰匆忙跑向上官家罗 大小姐 刚才我收到了江城那边的视频邮件 是关于您未婚夫的 早听说他好色诚信 没想到大白天就这样 大小姐 他这是对上官家的挑衅 你不如借此机会跟他退婚 退婚 为什么要退婚 回话之人 正是你的未婚妻上官家罗 只见他站起身子呵斥道 婚姻大事岂能而信 我们早已互换更铁指腹为婚 今生注定是姻家的人 英无道便是我的天 我岂能翻天覆地 对了 从明天起 你必须穿古装才能见我 一旁的米兰纪无奈也有些许一过 看来三年前那场大病 真的让大小姐脑子坏掉 听说当时刚苏醒的时候 谁也不认识 满嘴闻言文 之后就开始穿汉服 每日流连于琴棋书画之间 而此时的上官家罗盯着眼前的视频 正在跟着你受着生生世世的煎熬 与此同时苏打姐还在一旁提醒真 你必须尽快升级 加强自己 只有掠夺更多的天骄点 你才能拥有与天骄对抗的实力 毕竟 现在的你还嫩得很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 你和苏清牙有说有笑的准备出门 姬老爷子不久前得了怪病 为此即无计不惜重金 聘请众多名医前来治病 奈何老爷子的病太过不怪 众人纷纷摇头表示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你和苏清牙赶到了现场 姬少 老爷子生了什么病 我怎么一点疯都没收到 前段时间忽然得了头疼病 痛起来死去活来的 你们二人说话 间屋内传来了老爷子的叫喊声 进门一看 竟然是杨凡正在用银针 扎着老爷子的头部 只见他转头对着众人说道 病人是邪风入脑 蓄意银针导出 否则 必死无疑 子母追魂真粹 有99种剧毒药物而致成 江湖郎中多以此数 害人骗取大量钱财 而在你的眼中 那简直就是雕虫小技 几乎即在得知杨凡在医院 曾失真害死过人后 立马就要将他赶出肌腹 哼 不是好歹 你最好不要拔掉 你父亲额头上的银针 否则后果自负 转头在面向你身旁的苏清牙提醒道 清牙 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要提一句 英无道不是什么好人 你最好离他远点 省得受他的牵连 说吧杨凡仰天大笑着走出门去 等着吧 有你们求我的时候 这种玩技普天之下 只有我才能治的 与此同时韩正贤边骂边拔下了银针 不料下一秒 鸡老针如杨凡所说 额头抱起轻惊痛苦地喊着 苏清牙见状准备上前注射镇定剂 却被鸡老一巴掌打飞出去 你温柔地上前扶住苏清牙说道 没关系 接下来交给我吧 只见你一掌拍在鸡老的天灵盖上 给老子安分点 否则直接抓抱你的狗头 杨凡用银针暂时封住穴位 可以让患者出现短暂的安静 如果有人拔掉银针 患者立刻就会立即并发 并发之时 患者家属就不得不下跪求救 难怪他那么自信地认为别人会求他 与此同时纪无极则表示要请回杨凡 纪绍莫要着急 此事另有蹊跷 杨凡什么时候到的疆场 约莫五六天了吧 你父亲的怪病患了多久了 纪无极听完你的话才恍然大悟 杨凡先以子母追魂针中的子针伤人 带众者疼痛男人之际 在以母针出手相救 纪无极和苏清雅在一旁听的云里雾里 听得懂就有鬼 因为这是老子临时起一颠的 说吧你走向纪老的床前 准备用九龙针器去除邪气 杨凡说患者是邪更入脑 那必然是不会错的 坚决相信天骄 是最强的制胜法宝 果然不出片刻纪老体内的邪气 通通散去 与此同时苏打几突然出现在你的背后说道 病因是因为这里最近发生过时空乱流 磁场紊乱导致正邪之气无法平衡 患者刚好被邪气所轻 时空乱流 磁场紊乱 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有人在这附近重生了 重生不就是新主角的专属外挂吗 看来又有心活了 我看谁敢动我红叶的恩人 青龙男团在此 谁敢放肆 摘叶飞话 内进外放 这是先天进高手的表现 是谁 喂喂喂 差不多得了 你是何人 也敢插手 我青龙集团的事 在下阴无道 我前不久被都市天骄歪嘴战神龙王所杀 不过却因获得福获得了大反派系统 重生并反杀了龙王 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干掉所有天骄主角 成为都市爽闻世界中最强的大反派 现如今都市天骄神医竟敢调戏我的老婆 我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 滚出疆场 在帮姬老去除完体内的邪气后 我借机开始挑起姬无极心中对杨凡的怒 姬少 杨凡社局算计姬家害的老爷子疼得死去活来 这种无品无德的医生你准备留着过年吗 区区杨凡也敢在我姬家头上撒野 若不收拾了 他岂不是让人笑我姬家无能 来人 所有人听令 打断杨凡双腿双脚扔出江城 这种没有义德的骗子我绝不会让他好受 是 我看向一旁的苏清雅淡淡说道 怎么 舍不得了 不是 只是我没想到 曾经那个对中医怀有赤诚之心的师兄 怎么变成了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 这种没有义德的骗子我绝不会让他好受 我会通告全国将此人的罪行揭露 让中医杰剔除这个败类 我要让他身败名利 与此同时庶名黑衣人正跑向一名白衣青年 杨凡还以为这是姬家请他回去的人 没想到下一眼就噼里啪啦哀了一顿打 其中一名手下正想费了他的手 我看谁敢动我红叶的恩人 青龙男团在此 谁敢放肆 摘叶飞话 内进外放 这是先天进高手的表现 是谁 喂喂喂 差不多得了 你是何人 也敢插手 我青龙集团的事 在下阴无道 红叶你好大的威风 竟敢跟姬家作对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姬家的铜氧席血啊 怎么 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这你不用管 他可以做主 两位 能否看在我红叶的面子上 放过杨凡 红叶身旁的杨凡则表示自己是被冤枉了 就是他 害得我身败名裂 上次那个老太太肯定是假死 以我的医术绝对不可能是死人 我要是多点耐心她的奸绩 就不会得逞 我笑了笑面向杨凡说道 是又如何 你已死了人的事早已经是人尽皆知 拥衣之名已然注定 如今你再怎样叫也改变不了既定事实 现在的你在我看来 不过是无能的狂吹吧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一天的零花钱就是十个亿 而你却对钱丝毫不感兴趣 价值千亿的起锣玉翡翠直接送妹子 更有无数天骄女主抢的道追你 这次你的对手是都市神医杨凡 面对你话语间的嘲讽与挑衅 杨凡忍无可忍 瞬间发动鬼门十三针 你一脸淡定的手持匕首将其尽数斩下 他竟然能轻松破解我的非真数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啊 既然你这么行 那就来破解一下暗器排行榜第二名 仅次于孔雀凌的暴雨离花针 说罢杨凡冲你发动暗器 而你则是歪笑道 呵呵 你觉得我躲不开吗 接着你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薛夫人就架在了杨凡的脖子上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兑换瞬间移动成功 消耗声望值一百万 上次故事只剩下二百七十万声望值了 怎么越花越多 原来寻潇潇一直在旁边现场直播 声望值这才源源不断地增加 与此同时红叶见状冲上来救下杨凡 小姐姐 看准了再考 红叶不甘失落再次向你冲来 你们二人兵器一短一场打斗十分激烈 小姐姐 我愿跟你贴身肉搏三百回合 你可别喊受不了 登徒子 想尽我的身 没那么容易 红叶手放在背后迅速将刀换手 即便如此面对你鬼魅般的身法也是没辙 而你则是拉远距离使出三十六品血连飞刀 就这还先天进高手 他不会想到你射出的飞镖只是幌子 抵挡飞镖的片刻间 你已经瞬间到了红叶的背后 妹妹 刚才我就是用这招制服的养反 你怎么就没吃到教训 红叶见状只能丢下刀表示自己输了 他的眼里既有害怕也有几分崇拜 红叶有了好感度 既然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吧你直接对着红叶的红唇亲了上去 而他则是一脸的震惊与娇羞 你疯了吧 是可杀不可如你亲我干嘛 你弯笑着回应道 不是你说的戏听尊便吗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苏是天教女主要砍了你的守卫狗 可他却不知你是汉流王的亲外孙 冷不丁被你抢吻的红叶满脸的震惊 接着便用小拳拳给你按摩起来 还挺甜 以后见你一次亲一次 不远处的苏清雅一脸的无奈 按照我的经验他是逃不掉的 我可能又要多一位姐妹 而杨凡头顶自然则是戴上了一顶浴帽子 只见红叶对着你娇吃道 我可以不计较这件事 但杨凡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今天必须带走他 你摆了白手表示请自便 可就在杨凡跟着红叶刚要离开时 却注意到了一旁咳嗽的叶雪 随即一根丝线便缠上了叶雪的手腕 秋风初起便不耐 这莫不是红姐姐寻找已久的太阴体质 叶雪合击无极听后顿时面露蓝色 到底还是被发现了 果然我还是改变不了任何事 说吧杨凡收回玄思对身旁的红叶说道 红姐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此时的红叶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 没想到你这个煞星就在眼前 我差点就错过 随即便挥到一刀踢向叶雪 千军一发之际叶雪竟抬头大喊道 应无道对线交易吧 下一秒你瞬间一动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 叶小姐未卜先知 应某人佩服佩 翡翠公盘那天夜雪主动提出帮我解决晴天 老件事我要救鸡家一死 当时还未有半点征兆 他便料定鸡家未来有半 这显然有悲伤 除非他或者鸡无极 就是那个打破时间线重生本人 我杀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难道他也跟你亲过了吗 这个提议不错 我会考虑的 我今天必须杀他 你让还是不让 放走杨凡我已经让了一步 你再咄咄逼人 就是蹬鼻子上脸了 而我应无道的脸 你还不配彩 说把你一刀劈开红叶 而他剑步敌于你 立马换出各个身经百战的青龙集团 应无道你让开吧 我让你救的是鸡家不是我夜雪 如果今天非要死人的话 死我一个就够 你发动九龙真气手持飞镖弯笑道 不是是怎么知道打不过 你这样的美女被剁掉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看着你这么装逼青龙集团的人一拥而上 不过立马被一人打断了脚步 汉流王清灵 下一秒一个个90度鞠躬大喊道 恭迎汉流王清灵 要说这汉流王可不简单 他是江城超级大亨 挥道之王 其身后则是两大古武高手玄武和白豪 只见龙武章冲着红叶和赤道 朱雀 你在干什么 义父 您来得正好 有个叫阴无道的混蛋特别嚣张 好像背景不小 还请依附住我一并 龙武章文言大怒 放肆 你是要诛杀我的外孙 这时你才笑嘻嘻地跑上去抱住了龙武章 红叶和杨凡则是被这一幕惊掉了下巴 天课后红叶慌忙跪下向汉流王道歉 但国有国法门有门规 歌老会的规矩就是要承受三刀六洞之谷 并且逐出师门 说罢红叶变手拿短剑就要领罚 却被你抓住阻拦 老爷 红叶跟我开玩笑呢 你也太大动干戈了 你说你们在开玩笑 以为我好糊弄吗 他明显是想置你于死地 好小子 血流了那么多都不喊 有赢家男人身上那份血血 你转身对红叶眨眨眨眼 你说道 我们真的是在开玩笑 刚才我们俩还轻嘴了吗 他怎么可能转身就要杀我 对不对 红叶 轻嘴 我不信 轻易给我看看 你上前搂住红叶并捏起他的小下巴说道 红姐姐 你也不想被三刀六洞吧 下一秒便对着红唇含了上去 与此同时红叶对你的好感度直冲八十大关 新任务下发 攻略天之交女红叶 任务奖励天交五点 十八般五一样样精通 竟然有五个天交点 这女人身上到底藏着多少机缘 龙武章见状也不再为难红叶 而身后的纪无忌和叶雪对你又添了几分崇拜 我们暂时安全了 可你的上仪式有见过这种场景吗 纪无忌回应表示为所未闻 他上仪式对殷家的听闻与这仪式相差非常大 这时候殷无道已经被萧陈杀了许久 龙王殿也与殷家全面开战 就在未来几日殷无道的母亲龙小兰 在国外视察时遭遇袭击身亡 龙武章在为女儿与外孙报仇时被社稷抓住了把柄 后来他为了不连累殷家而饮淡自尽 可是萧陈并没有放过殷家 接着利用龙武章昔日的黑料大作文章 不久殷无道父亲宣称病退 殷老爷子也突然病故 殷家派系或被查或被杀 偌大的殷家在半年内便轰然倒塌 而萧陈却因此名声大噪 龙王之名响彻华夏 那红叶呢 难道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吗 没有 不仅没有他还在龙武章覆灭之后继承了青龙集团 杨凡在他的帮助下快速崛起成为了江城新贵 而他也靠杨凡把青龙集团做大作强 而且姬无极猜测是红叶出卖了龙武章 涅雪听后表示要将此事立即告诉殷无道 画面转到姬府 你听完二人的话先是有些意外 但你心中并未怀疑事情留假 因为姬无极就是那个前不久重生回来的人 涅雪和姬无极文言都是大吃一惊 面对二人的疑惑你摆了白手说道 涅雪向来聪明绝顶 如果是他重生不至于让姬家如此被动 姬无极健壮五六五额头只好承认下 今年十月以外公自尽后青龙集团被红叶接手 之后在大年三十晚上红叶血洗姬家 涅雪也被他当场格杀 我与二弟几奉明绕性逃脱 历经千辛万苦 长遍世间冷暖 后来二弟颇有成就 十年后重返江城 与已经成为青龙集团幕后老板的杨凡开战 姬家才再次崛起 而我因为在十年内太过艰辛早早累跨了身子 后来在治病时被杨凡动了手脚 于是在床上活生生疼了七天才咽了气 在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十年前 也就是现在 与此同时系统也检测出了新的天之胶子 奖励怎么缩舍这么多 难道是大预言术太霸布了 这时苏打几出现在你身旁说道 相比金手指 我更在意他的天胶点 姬无极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天胶 他的剧情走向也很简单 无非就是重生复仇 称霸伤海 他顶多只二点天胶点 可不知为何系统给出了五点 要么他是有隐藏剧情 要么就是有大天子庇护 你笑嘻嘻地拍了拍 他肩膀表示不必担心 完成任务之后自见分享 只见姬无极念露南瑟再次说道 这十年内杨凡以医术广播人脉 又以一手鬼门十三针铲除一几 得了个鬼神医的绰号 可以说是赫赫威名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而眼前这个小屁还竟敢偷袭你 可你不会想到 他是会让苏打几都感到忌惮的人 听完姬无极的讲述后 你搂着苏清牙指着二人说道 我可以帮你们摆平红叶 但你姬无极要跪在我的脚下 宣誓效忠于我 凭什么 你我都是四大家族的继承人 就算合作也顶多兄弟相称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俯首称臣 此时你拍了拍手 一脸戏谑地回答了他 既然你认不清楚现实 那我就帮帮你 接着姬人杰和白云熙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你一把搂住走上前的白云熙 姬人杰则是直接趴下抱起了大腿 只见你面向姬无极歪笑道 姬家与白家早已经沉浮于我 如果你姬家不听话 那我一声令下 三大家族便会把枪口对准你们 对姬无极和叶雪来说 他们的确没得选择 因为三大家族同意只是早晚的事情 就算姬无极放过他们那其他两家呢 只见姬无极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说道 我姬无极愿誓死效忠 姬无极永不背叛 身旁的叶雪眼中净是失望 检测到天之骄子沉浮于自觉大人 奖励追溯技能 因追随者忠诚度不足 无法获取天焦点 而你则是笑嘻嘻地拉起叶雪的手说道 姬无极的表妹便是我的表妹 雪儿 红叶功夫高强 你留在姬家不仅自身危险 还会给姬家带来灾难 不如去我家吧 而且以你女诸葛的能力 在我身边做我的参谋 必能让我如火添翼 与此同时身后的姬无极一脸的不屑 嗯 叶雪从小在姬家长大跟了青梅竹马 怎么可能去你那了 然而下一秒姬无极就被啪啪打领 王八蛋 姬无极你欺人太甚 不服气吗 那就干脆不收服了 直接干掉算了 就在这时夜雪上前挡在了姬无极面前说道 姻少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所以我表哥一时难以接受 有些事态 还请见谅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呢 说吧你便带着夜雪和其他人准备离开 只留下姬无极一脸阴沉地站在原地 兄弟 想开点 再漂亮的女人也比不过你这一家老小的 认命吧 我这么激她 她都忍了下来 也罢 姬家这趟浑水我烫了便是 姬哥 你跟鹰无道相比城府还是差了许多 而我对鹰无道是好 无非是为了稳住她 现在我们还不能跟她撕破了 我们必须要接受她的币补 只有我走了红叶才不会针对姬家 姬家的惨剧才不会重新上了 姬哥 保重你 你们刚出门没走多远 不远处的小屁孩就拉起弹弓对准了你 冷不丁从背后给你一个大包子 把那个小崽子给我抓换 有兵王林峰在 小崽子自然跑不掉 小鬼 当着我的面行刺我老板 你看不起我呀 原来这个小屁孩就是鸡家二公子鸡凤鸣 你欺负我哥哥 还要抢走学姐姐 我就要打你 这时苏打几突然出现在你身后说道 杀了他 你文言先是一愣 他是高级天交 有多少天交点 看不到 但他刚才出现的时候系统当机了 系统当机是因为我的等级不高吗 是的 系统会跟随你的升级而加强 加强后才能检测到更高级的天交 然后在他们遭受到重创的时候 顺利地剥夺他们的天交点语技能 你怀疑这小鬼是高级天交吗 大哥确实有说过十年后他会成为强者 苏打几再次紧张地对你说道 系统虽然不能用了 但我却能看到他身上的亡旗 杀了他 必须杀了他 身旁的夜雪此时上前给你跪了下来 殷少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他还只是个孩子 还没有成年 雪姐姐不要求他 他今天弄不死我 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弄死他 这小鬼明显是个还没成长起来的高级天交 如果我推断的没错的话 几无几那个废物就是沾了他的光 才有了五点天交 而夜雪迟迟不开启攻略恐怕也跟他有关系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眼前这个漂亮女人竟然是你的老妈 而都市龙王坠续要炸死他 你直接当着他的面 壁东抢吻他的未婚妻 虽说这个小鬼是个绝对的祸患 但在你眼里他却是个代号的肥羊 只见你扶起跪在地上的夜雪说道 虽然我平时名声不太好 但也不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的 夜雪听后对你的看法略微有所改变 看来过去我对他还是有很多误解 他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坏 而苏打几却对你的举动很不理解 鹰无道 你为什么不下手 我心中自有计较 总之 就算他是蛟龙我也不会让他下 离开机家之后你的系统恢复正常 距离升级伯爵还差五点天交点 夜雪从小雨季无极意气长大 情跟深重 这个墙角可比较难忘 所以你还是打算攻略妹子来提升等级 这时一旁的苏打几提出了疑问 你想七天内拿下刚认识的红叶 还不如转头选择江若雪和白云熙呢 他们俩加起来也有六个天交点 可在你的记忆中他们只有三点 苏打几件你不幸随即调出了系统界面 你见状不由的感到奇怪 江若雪的天交点为什么会莫名增长 他老公已经被我送进去了 凭什么会莫名增长 下一秒你瞬间反应过来 纪无极说我妈会在境外视察工作的时候 被萧辰碍杀 按照时间推算就在明天 难道说萧辰已经出狱了 你立马让冰王凌峰掉头回鹰家园 画面转到鹰家园 苏打几气鼓鼓向你不断抱怨着 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作对 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一把搂过他的小蛮腰笑嘻嘻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你的好 我也并不是跟你作对 你好好说话 别动手动脚 而身后的叶雪和白云熙则是一脸猛逼 与此同时又一位女性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而她正是你的老妈龙小兰 上前就抱住你寒宝贝儿子 你望着眼前的温柔笑意的老妈若有所思 妈 上一世是我连累您被萧辰所害 这一世我一定不会让悲剧上的 我会彻底除掉萧辰把鹰家的灾难扼杀在萌芽中 这时你们身后一男人冷哼了一声 而他是东海总督 你的老爸鹰义 一见面就要喊你去书房挨骂 儿子 别怕 你爸要是敢打你 你就大声喊我 我找你爷爷打你爸 房内英里一张报纸狠狠甩在桌子上说道 你给老子解释解释吧 老爸 你也喜欢看八卦吗 我跟芸汐的确有一腿 但他也知道正伤不能联姻 所以不让我负责 不让你负责你就不负责了 人家芸汐也不小了 就这样毁在你小子手上了 我以后还怎么见白家长辈 爸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我的私生活 我因为某个不便说的原因以后 身边可能少不了美女 也是真没办法 不然我会死得很惨 因已被你一番话气的差点吐起 你给我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吓了篓笼小蓝双眼放光地 跑到你的跟前说道 你快告诉老妈 你打算选哪个做老婆 清雅这孩子挺好 对我也恭顺我挺喜欢的 她旁边那个好像是姬家的 长得真水灵 你们的孩子肯定好看 芸汐虽然大了点 大还能生养 最关键是会管家 正好管管你的性子 我很重意 这个小姑娘还是第一次见 长得也挺乖巧的 接着就是一脸为难的样子 四选一的话 我到底该选谁做我的儿媳妇呢 都是好孩子 真是为难啊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龙小蓝听后 竟还表示这样也好都不用选了 说完你随即一脸严肃地表示 要替她去国出差 很快你便同番一起飞到国 下飞机后上车准备离开 而在不远处的建筑物上 龙王萧尘的手下 按下了手中的炸弹控制器 只听公的一声爆炸声传来 哼 就这货色还想跟我们龙王搬手腕 我阎罗一人便够制裁你的了 可他不会想到下一秒 你就出现在他眼前 阎罗一副见了鬼的样子大喊道 鹰无道 你不是已经被炸死了吗 你歪嘴笑着回应了阎罗 我不被炸死 怎么能把你引出来呢 兑换真人傀儡成功消耗声望值一百万 说霸指着炎罗面向江若雪说道 若雪 这就是你老公的下属 遥控炸弹杀人 他手底下都是杀人犯 嫂子 你听我解释 我们只是针对鹰无道 不会滥杀无辜 你一个闪身上前 我最瞧不起你们这种敢做不敢当的人 刚才车上的翻译跟司机不是无辜的吗 说霸瞬间甩出薛夫人执刺炎罗 去去飞刀 别想去我性命 鹰无道你也太小瞧我了 紧接着掏出双枪当想开枪 就被站在不远处的凌峰一枪爆头 随后又是砰砰几枪避免扎尸 干掉龙王手下 掠夺一点天骄 我明白了 萧辰作为堂堂龙王 之所以只有一天骄点 是因为他剩下的天骄点 分布在手下三大干将身上 而天之骄女的点数 与他们的真命天子相匹配 这也是清雅为什么会有隐藏点数的缘故 你们将即救济赶到龙王指定的酒店 而这里就是萧辰在一国的老巢 房间内将若雪一脸愤怒地向你骂道 你带我来不是收购李矿的吗 为什么萧辰的手下会在这里 你明明就是故意让我难堪 而你则是戏谑地勾起他的小下巴说道 李矿当然要收购 但我们与萧辰的恩怨也要画上句号 你知道萧辰正监视着你们的一举一动 于是故意粗暴地按住将若雪的双手 紧接着对着他的红唇就吻了下去 另一边的萧辰见状满脸的黑线 随即转身对着众多龙崽子下链 雪 把他们都给我带过来 我要在若雪面前活寡了 英无道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歪嘴战神龙王想要杀了你老妈 你将计就计直接捅了他的老窝 萧辰的手下暴君带着一帮小龙崽子 冲进你的房间 英无道 没想到吧 叫也没用 你们的安保队早都换成我的人了 你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被人带走 英无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会蠢到自投罗网 你算什么够吧 也配嘲讽我 死到临头你还敢嚣张 你转头看向暴君歪嘴一笑说道 呵呵 这里差不多了 只见下一秒 匕首已经穿破暴君的身体 不出片刻 一群手下也都令丧云薛夫人 你的手不是被绑住了吗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们以为我还是当初被你们随意捏死的英无道吗 说吧 转头向身旁的林峰交代了一下 干掉龙王手下暴君成功 掠夺到一天焦点 随后你带着翼容后的林峰和江若雪走进房间 龙王 我把人带来了 这小子还像从前那样不堪一击 只要你开口 我能给你十个板意 但是 鹰无道今天必须死 接着林峰主动请鹰表示要枪决鹰无道 龙王萧尘却丝毫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反倒是敏锐的财神似乎嗅到了什么阴谋 果真在林峰一枪射向萧尘时 财神一个闪身帮起挡下致命一击 大哥 快跑 他不是暴君 不错 老子不是暴君 是兵王林峰 与此同时你一个匕首甩出 少跟他废话 直接杀了 萧尘躲过匕首剑形势不妙 撞破玻璃逃出了房间 财神见状也挡下了你们二人 干掉龙王干将财神成功 掠夺一天焦顶 财神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龙王殿全员听令 全力诛杀鹰无道 片刻后一帮龙崽子就包围了你们所在的楼层 大哥 到处都是人 现在我们出去就会被打成马蜂窝 怎么办 与此同时你早已花费声望值购买了几套战衣 这是新型材料做的防弹衣 全部换装 这时屋内两个女人聊了起来 他堂堂龙王却为了你当了三年废柴坠绪 你们就没有 没有 我讨厌他 要不是为了应付家里人我宁愿一生不嫁 那如果是鹰无道要娶你呢 江若雪听后小脸一红 空气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楼下的萧尘已经对江若雪彻底死心 并下达了必要事杀掉江若雪的命令 而此时你们已经穿上战衣与敌人对质 不过全副武装的龙崽子也招架不住你的飞刀 因为你购买的特制战衣普通刀枪根本无法穿透 你们一路过关斩将来到楼下大厅 这些虾兵蟹将简直就是过来当炮灰的 他好厉害 老板比以前更强啊 难怪能统治四大家族 果然有过人之处 四人终于跑出酒店来到室外 不料这时半路杀出来一个红叶 显然他是冲得克他的煞星叶雪来了 叶雪 你这个煞星今天就去死吧 可他不会想到你闪身挡在了叶雪身前 他的刀法可不是普通的一击 直接穿透划伤了你的后背 检测到玄鸟战衣受损严重 请及时避站修复 你身为反派却屡次夺天道之气 就连老天师都被你的邪气逼得口吐鲜血 以为就叶雪受了点轻伤 鹰无道 你又坏我的好事 红叶 你可真是执着 既然追到了我 红叶没有理会直接跳起正强一刀披项 不料下一秒就被一枪击中 原来是龙王萧尘带着手下们赶了过来 鹰无道是我的 我要亲手结果了他 抢在我前头的都要死 与此同时你的眼神中满是杀气 你杀了红叶毁了我的天焦地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萧尘见状也是几枪喷向你的身体 警告警告 玄鸟战衣严重受损 即将失去防护作用 请及时避站 警告 玄鸟战衣已失去防护效果 请诉主耗子为之 萧尘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干掉你了 但下一秒他才发现手中的现弹枪早已没了子弹 呵呵 萧尘 到我 接着你毫不犹豫一刀抹了他的脖子 同时冰王林峰发现红叶还活着 但诊所内的医生却表示他失血过多 自己也是有心无力 有些上头的你还想和医生谈谈 却被林峰拉了回去 无道 你冷静点 这时候不能乱 越乱越什么都解决不了 林峰说的没错 我要冷静 一定还有办法 他是真的很怜香惜玉啊 我觉得他更是重情重义 这时你转头对众人说道 你们都出去 明天早上再来 我要亲自救他 成与不成就看今晚了 我虽然没有做过手术 但我已经融会了现代医学天赋 与鬼门十三针 旧人应该不在话下 先用鬼门十三针护住你的心脉 这样做手术的成功率就大大提高了 于是你开始动手取出他体内的子弹 片刻后红叶渐渐醒了过来 没想到你连手术都会 真不像是个顽固子弟 别说话 节省力气 你失血很多 这里又没有血浆 我怕你血压撑不住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死了也好 省得被叶雪那个天煞孤星克死 我刚夸了你一句你就原形毕露了吗 你不嫌我现在这样子埋他吗 你一脸认真的表示不嫌弃 不久后你将其体内的残片全部取出 却发现他失血过多 已经处于休克的状态 不一会儿红叶渐渐睁开了双眼 我没死吗 流了那么多血 我以为我死定了吗 是他 是他用自己的血 红叶起身轻轻推了推你的肩膀 无道 到床上去睡觉吧 与此同时你发现红叶对你的好感度 已经高达93 不错 这一晚上又是手术又是输血 果然没白服务 紧接着你就笑嘻嘻地爬到了床上 到床上睡觉 这可是你说的 对吧 硬无道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我想做的事你应该清楚才对啊 你趁热直接吻上他的红唇 攻略天之娇女红叶任务完成 奖励五天焦点 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 总天焦点达到十六点 升级伯爵的条件已满足 系统开始自动升级 与此同时华夏蜀山刮起了微风 罐中的惊身居然流下了血泪 云中罐罐主云霄子察觉到了一样 不好 盗祖落泪 必是妖孽出世 即将霍乱人间 此人邪气之凛然千年未见 只怕是来夺天道气韵的 此妖发迹于龙尾之盼 本不该有如此气势才对啊 可怎么会有这冲天之气 下一秒云霄子一口老血喷出 怎么可能 老到我竟压不住这妖的邪气 于是云霄子换来了自己的青传弟子 小天师李道颖 徒儿 如今便是你下山的最佳时机了 不过你要记住 美色如狼似乎 瓦解人的意志 别说是胖 就是想都不能想 小天师则表示信你个鬼 这个糟老头子先管好您自己吧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都市歪嘴战神龙王直接被你秒杀 千亿资产轻松到手 而你却对钱丝毫不感兴趣 因为你从一出生就有花不完的钱 只见红叶一脸娇羞地靠在你的肩膀上 不远处的三人则是一脸的疑惑 心想红叶的伤势好了 但他的脑子是不是坏了 从他们三人进门到现在他就一直在笑 不用管他 总之他以后不会再对夜雪动手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等我们回国后再做计较 现在当务之急是 尽快把李矿收购的事情谈下来 姜若雪满脸为难的太口说道 李矿的事情倒是有个突破口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决断 你看着姜若雪歪笑道 你指的是龙王萧陈的遗产了 是的 我也没想到龙王殿竟有几千亿的资产 而且现在我成了唯一的继承人 律师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这跟李矿有什么关系 龙王殿持有李矿联盟的一半股份 而李矿联盟掌握着国最大的几座李矿 你听后戏谑的问道 那你犹豫什么 直接继承龙王殿不就行了吗 可现在我站在你的阵营 昨天还亲眼看着他死 你让我怎么继承 我没你那么不要脸 姜若雪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 因为就算他得到了继承权 也不代表真正能继承 就算有命继承 也未必有命能花的 龙王殿行走于黑白灰 以雇佣兵的形式起家 背后金主势力复杂 在一国更是牵扯极深 甚至掌握着许多大人物的秘密 这样的组织 一旦消沉那样的灵魂人物消失 没有其他正场子的人出现的话 用不了多久就会分崩瓦解 这时林峰也表示 确实听战友们讲过龙王殿的故事 姜若雪听了你的一番话心迹不止 我早上竟然没出息的犹豫 这要是真的接收了 我估计明天就会横尸街头 还是跟着英无道这个混蛋靠谱点 姜若雪明显有些慌乱不知所措 而你给她出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所有遗产上角国家 画面转到柯西的一处海滩 路曼带着有关部门的人员会面姜若雪 这是国内最大的三座礼物 是给你的回报 姜若雪被这丰厚的回报惊住了 这是几千亿买了个护身符吗 英无道 谢谢你为这件事牵线搭桥 你不愧是老领导的孙子 以前我对你多有偏见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以后对我好点就行了 好 那我们国内见 与此同时兵王林峰出现在你背后说道 你为什么不把萧晨的事情告诉他 他的师职差点害死你 即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路曼历经了所有难主 却经久不衰 他的身上不可能没有添交点 而且绝不会舍 我就惯着他 就让他欠住 到时候我帮他回忆回忆晴天的事 萧晨的事 看他拿什么还我 这是将若雪走上钱对你说道 英少 这三座李矿是属于你的 属于我 不 来国外收购李矿只是觉得赚鬼老的钱比较爽 我想要的是爽 而不是钱 爽 他想爽 而不是钱 既然他不爱钱 那他为什么要在我身边挨插小命 这件事我始终想不通 你是个大反派 拳王奥尼竟敢嘲讽你是个戏狗 还扬言把你的奥利给打出来 你一个点拳教他做人 今日的柯西海滩热闹非凡 李矿联盟的主要股东拳王奥尼正在那里打拳 他每周都会来这片沙滩上打野拳 没人能打得过他 只见他嚣张的对周围的人说道 他是今天我打倒的第十九个 你们真是弱爆了 接着来 你们还有谁愿意上来跟我打 打赢我赏金一千万 而且只要跟我打平就算你们赢 这时你和兵王林聪走上前说道 钱太少了 没有兴趣 你的意思是我把赏金加到上一 你就敢来挑战我 当然 不敢了 但我的保镖可以把你打得满地找一把 哼 那我就把赏金加到一个亿 我要打到你们跪地求老 说吧 二人同时出拳打向对方 双拳碰撞 凌峰竟被对方震飞出去 好强的力道 这奥尼号称人形带水 涉国拳坛的知名冠军 看来果然不假 凌峰虽强但纯力量只怕没法跟他一直硬钢 奥尼乘胜追击更是用出看家本领飓风拳 不过凌峰也趁机找到奥尼的破绽 一记重拳将其打吐了起 可恶 你这笑 幸亏上次无道给我吃了龙金虎猛玩 要不然我真挡不住 与此同时你突然冒出来挑衅道 说好的 打平了就拿钱 你不会想赖账吧 你们国人都这么言而无信吗 就这还好意思百类开呢 我还当是拳王呢 原来是指胡的 哈哈哈哈 奥尼被你的一番话击得清金爆起 随即便指着你表示要和你比试一下 条件随便你开 我现在就想揍你 那如果我能打得过你 你就把里矿联盟的股权全部卖给我 奥尼一上头脱口而出同意了下来 呵呵 就等你这句话 你紧接着就是一招生龙拳 干翻奥尼 好卑鄙啊 既然装柔弱 你歪嘴一笑说道 我不装你就能打得过我吗 奥尼被你一句话彻底语色 片刻后的奥尼拜扶在你的脚下 我 我确实接不住这样的拳头 要不是我手下留情 这一拳就能要你的命 你应该很清楚 我在联盟中的股份并不多 真正难搞的是公爵小姐 她可不喜欢打拳 这是一颗疗伤药丸 你可以试试 只将奥尼吃下一颗身腿瞪眼完 瞬间满血恢复至巅峰状态 天哪 这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吗 真的是太神奇了 随后奥尼主动表示带你 去见公爵小姐 画面转到公爵府上 不出片刻你们就被一群 全副武装的黑衣人包围 只见一名可爱的西方妹子 出现众人视野中 奥尼 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这些人杀了我最爱的萧陈 我要让他们陪葬 与此同时 冰王林峰竟对这个妹子一见钟情 你看着林峰一脸痴情的模样 心中喃喃道 林峰这是动性 那作为好兄弟 我岂不是要助攻一把 奥尼渐行是不对 立马出来当和世老 伊林 英无道先生是个很强悍的男人 我已经测试过他的实力 他有资格接替萧陈的地位 你不要冲动 要考虑清楚 他就算是能接替萧陈的社会地位 也绝不能接替萧陈 在我心中的位置 你听后立即开启紫金铜 好晕 感觉脑海中多了什么东西 我是你爸爸真伟大 养你这么大你还不听话 一天到晚去玩耍 可你没想到这封女人 是个为爱痴狂的不孝女 就算是爸爸也要举枪质问你 没办法你只好开启最大功率 你喜欢的从来都不是萧陈 而是冰王林峰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爱情故事 伊林小嘴一督看向一旁傻站着的林峰 下一秒直接钻进了她的怀中 无道 求求你做个人吧 林峰没想到这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后来伊林当然是二话不说 签下了股权合同 林峰 你就留在这享受几天 顺便帮若雪接手李矿联盟 另外我再将生龙拳传供给你 你的体质不适合其他的功法 告别了林峰你也准备回国了 拳王奥尼一直屁颠颠地跟在你的身后拍马屁 这倒提醒了你要抹出奥尼的记忆 毕竟她一个外人知道那么多必然要出事 A国某国际机场处 你搂着娇羞的红叶漫步走上飞机 而下面的两个女人一阵阵苦味杂沉 到嘴边的肉竟然被小天使截糊了 刚升入伯爵的你又会怎样应对 你和红叶一行人终于飞回国内 此情收获颇丰 但是江若雪和叶雪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与此同时杨凡竟也出现在了机场 红叶健壮一脸紧张地向你解释道 不道 你不要误会 只是他救过我的命所以我 而你则表示理解 只见红叶迅速跑到杨凡身前大声说道 杨凡 你不要送我玫瑰花 也不要表现得这么亲热 我怕鹰鹉道会误会 杨凡则是一脸的猛逼 就出了个股红叶怎么变得这么像这鹰鹉道 他不会想吧 下一秒红叶就扑进了你的怀中 而你注意到杨凡此时新会议了 正是出手干掉他的好时机 不过怀中的红叶却对你说道 无道 你可不可以答应了 不要伤害杨凡的性命 他毕竟救过我而且本性也不坏 你勾起红叶的小下巴凑近说道 既然你开了口我当然没问题 不过嘛 你准备怎么谢我 红叶小脸一红当即表示随你处置 画面转到青龙会所 此时的红叶已经被你五花大绑在床上 与此同时会锁门口处 将人皆带着失忆的杨凡来此循环 几瓶酒下去他被灌的神魂颠倒 正当女人上下棋手时 扫黄大队十分准时地冲进了房间 就这样神医杨凡就获得了一个新称号 拥衣骇人 PC达人 而这一幕被楼上的红叶竞收眼底 只是他不知道 其实设计杨凡的那个人就是你 我关胸台印堂发黑 你完工大开 此乃七云外泄之兆 胸台最近莫不是遇上了什么大姐 最近但啥啥不顺 不是被人截胡就是被人暗算 小天师掐指一算说道 邪其压境 正气退避 老兄这是被人算计 只是算计你这人了不得 能遮天蔽日 以至于你的正气无法上达天亭 故而你原本的天道气韵也就无法庇护你了 检测到杨凡以身败名裂 开始掠夺天焦点 就在这时杨凡头顶上空开始出现漩涡 苏打几突然飞出想要夺取天焦点 不过却被小天师察觉 遭遇狙击 天焦点掠夺失败 只见他满脸焦急地冲着你喊道 杨凡身边多了个高人 他保住了杨凡的气韵 似乎是个道士 道法颇深 好 知道了 一个小时后以后再谈 另一边小天师和杨凡也被一人保释放出 原来是杨凡曾经帮助过的商会会长马福 听闻师父颇有道行 我最近正遇上了一个麻烦 请遍了江南的民僧高道却至今一无所过 还请师父相助 马会长日月脚步齐 日缺月盈 乃是早年丧父 想必你的麻烦应该与令尊大人有关吗 是千坟还是巡师 马福听后大惊 这小师父竟然全都算准了 只见他连忙上前拉着小天师的手说道 天师啊 马某的父亲死无葬身之地 近日托梦与我说要落叶归根 还请天师帮帮我 明日我开谈做法不要三个时辰 必能找到令尊大人的埋骨之地 而你望着眼前的系统界面若有所思 自从上次在鸡家夺了杨凡的鬼门十三针之后 是出去的 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做李道也的道士 他们明天要开谈做法 寻找马福父亲的葬身之地 刚才就是个小道士坏了我的行动 能伤到你的人绝不是凡人 你我看着应该就是天师主角了 天师主角可不简单 他们能掐会算还有道法在身 你要不回避回避 那就不必了 我刚刚升到了伯爵正好跟他过招恋恋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看看这三个天之交女在一起有多八博 姜若雪看着你们离开的背影 心中又是五味杂陈 这么快就出来了 一无道不像是快男 这说明两人在里面没有苟且 你扬装对钱不在乎却让小蜜监视我 刚才他就是在电影汇报我的情况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明明都完全向你敞开 乍满 然而这都是他自己想多了 你只不过是带小蜜回家吃个便饭吧 画面转到你的海边小别墅 只见小蜜一脸嫌弃的说道 无道太相信那个姜若雪了 把所有资产都交给他打理 我必须得盯着点 要不被他全部卷走了怎么办 这时苏清雅也附和道 就是 那个女人摔得很 老公都给客死了 主播寻潇潇也表示自己不喜欢姜若雪 喂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们是在唱大戏吗 接着把一张卡地给一旁的寻潇潇说道 这是我在国时拍的视频 你放到短视频平台上说不准还能涨点粉 哎 就剩下八十万声望值了 干啥都不够 早知道去国的时候就带上这丫头 放后寻潇潇和小蜜来到剪辑室 寻潇潇看着屏幕中如此激烈的打斗赞叹不已 小蜜则是一脸的担心 这能播吗 这应该都是她按照剧本拍的 属于网剧 当然能播了 小蜜文言不再作声 潇潇要是知道鹦鹉到小时候经历了什么 就不会认为这些是假的了 经过寻潇潇剪辑后发布的视频 立马吸引了众多粉丝和路人的关注和赞赏 第二天 你从熟睡的苏清雅身旁起身 羊房我吃定了 天使都留不住她 我鹦鹉到说的 今天就去会会这个天使高手 另一边小天使已经准备做法寻人了 借助至亲之人的精血便可上天入地 接着折成一只纸鹤飞了出去 想不到这人还真有倒数 纸鹤飞到湖中渐渐沉底 这说明这尸体就在这湖底处 不出片刻打捞人员就在这湖底发现了尸体 与此同时苏打几一脸担心地对你说道 吴道 这次你怕是遇上对手吗 我还好 但你最好是藏好了 他有可能会针对你 就在这时小天使嗅到了一丝血气 转头就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 你看到的那位是江城最大的亡库少爷鹰无道 他人如其名欺男罢女 的确算是江城的邪魔 除魔味道乃是我被本职 且让我开天眼一观 若此人真是邪魔岂能任由他逍遥 可他天眼一看却看到你一身龙气 什么 他是八部天龙下凡 鹰无道是八部天龙 开什么玩笑 我的天眼不会看错的 鹰无道不是邪魔 你们搞错了 好险 差点被看穿 还好我的九龙真气随着伯爵升级到了第三种 你敢信这个油桶装着一个死人 马福健壮立马开始破口大骂 不过当他看到桶上的三个大字时 立马跪地大哭了起来 原来里面的白骨是他失踪多年的父亲 而你见此情景不禁感叹起来 油桶装尸 陈江树实在 这是个大案子啊 很快特勤队的人赶到封锁了现场 而鹿曼没想到你和李道也都想插手这个案子 李道也是发现尸体的人 又受到马会长的委托 所以他想申请调查这起案件 而对于路过打酱油的你 鹿曼却是一脸没好气 他以理由不充分果断拒绝了你 而你则是直接上前拉起他的小手 一脸认真的说道 陆曼 我知道这起案件十分棘手 你肯定会忙得昏天黑地 你已经很久没有休假 我实在是心疼你 想让你轻松点没别的想法 陆曼被你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整个一脸娇羞 随即向你妥协答应了你 好了好了 你想帮忙也行不过不能捣乱 好啊 我正好害怕你们会拖慢我的节奏 想单独调查呢 身后的李道也和杨凡见状有些急了 硬无道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 是吗 今天你就见到了呀 就算你是八部天龙下凡又如何 跟我比 你还不够格 处处茅庐 觉得普天之下你最大 你缺少的是社会的毒打 检测到新的天之胶子里倒影 任务 推毁精深 奖励七天焦点 五雷真惊 片刻后 小天师手掐扶指开始他的表演 此乃子母追魂服 有了他我便能感应到犯下此血案沾染了业障的人 而你则是拿着铁锤对着油桶一顿猛敲 三人定制了一个特别的大门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大门的钥匙 直到有一天 发现里面的钱竟然凭空消失了 于是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 最终马富贵被装进油桶丢进了湖中 但是幕后之人却不得而知 这里面怎么会有我外公的事 而且从溯源道的情况来看 外公与鸡重的嫌疑非常大 画面转到鸡府 果然李道爷也查到了鸡重的身上 你们竟然同时查到鸡家 看来你俩很有默契啊 不是我跟他有默契 而是鸡家有鬼 与此同时 鸡无极令手下挡住了杨凡等人 无碍 今天的主场不是他 他愿意来变放进去吗 鸡无极自然是听你的话 这鸡无道到底是什么身份 连鸡无极都要听他的 这王八蛋是江城最大的纹固 四大家族几乎都听他的 不愧是八部天龙 不过 我有天师机缘不必拒他 另一边击中表示自己年轻时 确实和马富贵是好兄弟 但是自从那件事发生后不久 他就莫名失踪了 而当他听到马富贵被人沉浆时 反应也是特别的激动 浑身颤抖痛哭流涕看上去不像有假 你重生成为大反派 都市天骄小天师竟要逮捕你的外公 你直接夺了他的天道之气赶出江城 在确认击中不是凶手之后 小天师起身准备去调查另一个嫌疑人 而另一个人正是你的外公龙武章 只见李道也转头冲你歪笑道 鹰无道 你可要抓紧了 虽然我相信主角不会判断失误 但我还是要确认一下击中的情况 姬爷爷 节哀顺变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的 并趁机用手捏住击中的手拍起了溯源 原来击中目睹了外公和马富贵大吵了一架 而且外公还动手打了马富贵 这也使得多年来击中一直怀疑 是你外公龙武章杀害了马富贵 不会的 我外公虽然不是大善之人 但谋财害命悲刺兄弟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与此同时杨凡和小天师却在青龙集团吃了闭门羹 我认识你们红叶总裁 就放我进去吧 这时你也赶到了现场 你们来得早又如何 不还是连门都进不去吗 我打听过了 这座府邸的主人身份不凡 就算是大人物来了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你这么嚣张难不成你能进去 你冷哼一声与他擦肩而过 只见众人鞠躬对着你喊道 恭迎少爷回家 说实话李道也这打连打得有点快 可路曼却上前阻拦了你 英无道 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你的亲人 我要求你回避 你直接甩开他的手表是已经晚了 庭院中的龙武章听到马富贵死讯后一脸的诞人 马富贵非常恋价 南下的时候天天想着回家 他要是没死的话早就回家了 所以他失踪后我就料定他是离开人世了 杨凡听后一脸的戏血 我看是因为你动了手 所以才不觉得意外吧 红烈见状直接给他一个大逼兜 我依附一声光明磊落 从未害过别人 你立刻给我收回刚才的话 红烈 你的命都是我救的 你竟然为了这个死老头打我 你对得起我吗 这时你上前挡住红烈说道 杨凡 你别不知好歹了 红烈打你是救你 如果没有刚才那巴掌 你的脑袋早就干家了 红烈 既然他对你有救命之恩 那我这次便饶了他的狗命 你也不必再领他的情 没有夺走那杨凡三点天交点 关键时刻还是有贵人助他的 看来这场比赛我必须要赢 龙老爷子 你腿疾顽固乃是业障缠身 若真是你杀了马富贵何不主动交代 否则因果报应 将来您与您的至亲都不会有好下场 此话一出龙武章当场报名 小兔崽子 老子如何要你多嘴 李道也健壮一脸的震惊 此人竟有青龙之气 身具龙气之人 往往都是一方罢的 龙老爷子 恕我冒昧 韬老了 随即转身对一旁的路曼小声说道 我的天眼虽然看不穿他的内心 但他浑身杀气又因为业障缠身 导致腿疾久久不遇 因此我断定 凶手便是龙武章 看来要请求增援了 另一边的你和外公说起了悄悄话 老爷 我只要你一句话 是或者不是 你没想到外公立即承认了下来 让我想想 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有了 既然暴露了 那就只能让所有起疑的人 永远闭上嘴巴